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导脸色缓和 直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你被开除了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开除我 我一毕业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兢兢业业工作十年 我亲眼看着公司从几十人的规模扩充到了几百人 到现在的上千人 再到上市 公司的核心软件皆由我开发 代码都是我一个一个敲出来的 而我看着公司成长 可以说是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 可是现在 我竟然被裁掉了 我和王庆是同一批进入公司的互联网员工 从工作开始 王庆便以请教这个借口让我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 刚开始还有所收敛 越到后面 尝到甜头之后 越发嚣张 最后 他把全部的工作都甩给了我 作为交换 他便在领导面前多提一下我 王庆擅长社交 人情事故这方面做得极好 而我一心钻研技术 研究软件 讨厌与人交流 这些工作也是一般般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而随之 我开发的软件越做越好 公司越办越大 我和王庆的职位也一路高升 可在王庆的嘴里 我反倒成了浑水摸鱼 靠他上位的人 领导质疑我的能力 同事瞧不起我 而我又是一个只会埋头敲代码的人 这些风言风语 我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因此 我在公司的形象跟王庆形成了反转 职员们只知道办公室有一个经常睡觉的家伙 外界谁人不知 LM公司能有如今的地位 软件开发工程师王庆功不可没 可谁又知道 LM公司的核心软件开发主要负责人 是我 我问为什么 他给了我一个回答 公司给你开高额工资 不是养着你混吃等死的 我听明白了 领导这是在嫌弃我在方才的年会上吃得多吗 也是 从年会开始 我的嘴巴都没停下过 就连领导讲话 我都没股过长 王庆也趁机落井下石 悉数我这些年偷懒摸鱼的证据 早会缺席 工作时间睡大觉 甚至是未完成KPI指标 同事都是证人 这种种有利的证据下 我差点都信了 早会缺席 是因为那段时间 我在为公司新上市的项目做准备 工作时间睡觉 是因为熬夜写代码 实在是熬不住小睡了一会儿 而这未完成的KPI指标 则是王庆的那一份 这段时间 我致力于修复系统漏洞 他的工作望到了一边 而王庆认为 是我获得高薪职位 翅膀硬了 想要掀翻如今的合作 如今成为公司骨干的王庆 自然不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 他这是想告诉我 没了他 我什么都不是 听明白了就滚吧 赵大工程师 我双拳紧握 兢兢业业十年 就换来如此对待 凭什么 王庆笑了 凭什么 就凭你在公司浑水摸鱼十年 除了浪费公司资源 还做过什么贡献 公司能留你到现在 感恩戴德吧 他说这话 领导没有反驳 这也是领导的意思 领导 您怎么看 领导不耐烦地皱眉 对着王庆说把他打发了 然后当着所有职员的面 我被赶出了办公室 声势之浩大 唯恐他人不知 一个个头从工位凑起来 眼睁睁看着我被赶了出来 嘻嘻苏苏有人说到 他终于被开除了呀 拿着高额工资睡了这么久 不错了 我在公司这么久了 竟然连信任这种最基本的东西 领导也不给 有苦说不清 我无力反驳 王庆最擅长的便是煽动人心 如今这种情况 我也待不下去了 公司不养闲人 这便是下场 以后谁要是工作不认真 想想赵公 工作十年也会被裁员 王庆伸出一只手 在我脸上拍了拍 呼得吐了一口唾沫 我闭上眼睛 他略显惊讶道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垃圾桶呢 没想到是我们的赵大工程师啊 我冷眼看着他 攥紧了拳头 他看在眼里 但是仗着我不会轻易动手的性子 呦呦呦 我们清高不可一世的赵大工程师 这是想要打我吗 不得了啊 真是不得了 听风是雨的同事连忙上前 一把将我推开 一时不稳 我跌倒在了地板上 喂 被开除了就赶快滚 再不走我叫保安把你拉走了呀 我在众人的眼光中 慢慢从地上站起 视线在两人之间流转 同事横眼道 看什么看啊 还不快滚 我曾经帮过这人解决工作问题 没成想如今 王庆肆意嘲讽地笑着 看起来是铁了心的 想要把我踩死在烂泥中 我找到财务部门 准备结完工资 马上收拾东西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结果让我傻眼了 年终奖没了不说 就连基本工资也被扣除了一大半 什么矿工 消极代工 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到最后 工资奖金所剩无几 这什么意思 这时 刚来的人士出口嘲讽 还能什么意思 实事求是不知道 人士白了我一眼 把新做好的裁员单 放在财务旁 要不是你们这些工作能力 低下被裁的 我们年底哪里还用得着加班 趁我转身的瞬间 人士突然伸出一条腿 来猛地将我绊倒在地 人士大笑 怎么回事啊 这是知道自己 要下岗了路都走不稳了吗 我跟这人士有过节 之前他求我通融走个关系 我一看那人就是个门外汉 当场拒绝 没想到被记恨到现在 人士从上往下看着我 垃圾就不要出来惹眼了 我瞪向他 我是垃圾 那你是什么 有毒气体吗 一连被摔两次 人士趁我还没爬起来 立马给了我一脚 我痛哼一声 我的裤腿上赫然多了一道印子 如今经济下行 不少员工都要被裁 而我 只是他们试探员工底线的开端 我气愤不已 这些天我日夜加班 他们看不见 只知道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使劲找漏洞 我从地上撑起身来 看向财物 我不管你们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我的年终奖没有了 还有离职补偿 你们最好是给我解释清楚 你们是没有学习劳动法吗 人士嘲笑着推了我一把 大哥 你搞清楚 自己什么德性不知道吗 有点钱 拿就感恩戴德吧 老板对你多好 还给你留了几千块 给你回家过年当车费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我吃笑一声 感恩之心 十年 整整十年 到了最后 连拥有真相的权利都没有 他有个屁的感恩之心 这件事 但凡领导愿意彻查 愿意多点信任 他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哎呀 赵公怎么这么可怜啊 结个工资而已 在这里吵什么价呢 要是把财务人员都吓着了 我们的工资都晚发了 可怎么办呀 王庆来了 好一个倒打一耙 我看向他 我只是拿回我应有的东西 争吵声越来越大 吸引了不少员工的侧目 而趁现在 王庆准备彻底地 把我钉死在耻辱柱上 泽泽 赵公 你不会是睡觉 把自己睡傻了吧 谁才是公司的最大功臣 你怕不是忘记了 这些年 要不是我帮你 你能做到如今的地位吗 要不是我 你只是一个 拿着几千块月薪的基层员工 人事趁机附和 王公说得太对了 就该让这种烂于充数的人滚出公司 我不禁觉得好笑 这么多年了 他外出应酬喝酒 是把脑子喝坏了吗 他自己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谎言 现在还真的当真了 王庆找财务拿了一达现金 直直地甩在我的脸上 滚吧 照大工程师 所有人都在看好戏 看着我被羞辱 其中幸灾乐祸的人 当中不乏 裁员名单上未公布的人 我眼神冰冷 任由现金散落一地 我要找领导要个说法 王庆拍了拍我的肩膀 低声在我耳旁嘲讽道 这就是领导的意思 而后他拍了拍我的脸 便得意地离开 我站了很久 久到财务开始催促 脸上的疼痛感消失 想到还在农村老家 等着我回家过年的年迈父母 我弯下身 捡起一地的现金 带着东西 离开了这个 我倾住十年心血的地方 我抱着纸箱 坐着公交车 一路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这些年 父母身体越来越差 我不得不拿出大半的工资 给他们治病 长久以往 自己连辆车 连个房都买不起 只能常年窝居在这出租屋当中 我不能失去经济来源 只能打开招聘软件 准备找下一份工作 我联系了不少的Richard 马不停蹄地开始找工作之旅 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我有自信能找到一份尚可的工作 但没想到 足足两个月 我没有收到一份offer 全是抱歉 您不适合 抱歉 我们有更好的人选了 快过年了 我竟成了失业人潮中的一员 虽是被公司裁员 但是我的工作经验摆着那里 能力摆着那里 为什么没有公司愿意录取我 后来我才知道 台湾公司的官博上 竟然发了一则声明 一则 我的罪行处罚声明 上面揭露了我的种种劣迹 还有不少自称公司员工的 在下方揭露 我被拉入了公司黑名单 这下 不会有公司还会愿意要我了 王庆 这是想要彻底断了我的路 儿啊 你爸爸又在咳嗽了 医生说需要准备五万块钱 我望着漆黑的窗外 吹着冷风 看着银行卡仅存的五万三千块钱 妈 我一会儿就把钱给你们汇过去 先不说了 领导又让我加班了 先挂了哈 没等对面说完 我连忙挂断了电话 我害怕再晚一秒 被对面听出端倪 毕竟这个出租屋实在不隔音 把钱汇过去之后 妈妈接着发消息 儿啊 如今你年龄也不小了 你工作待遇也不错 这次回来你王阿姨给你介绍了个姑娘 提气好 长得也不错 面对这样的催婚 我头疼不已 知道了妈妈 我会去相亲 身上仅存三千块 我在这个城市已经不能生存下去了 工作找不到 我只能暂时隐瞒我被裁员的事情 随着人流 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刚一到家 就被妈妈 拉着去相亲 来到相亲目的地 我一个人坐在位置上等着姑娘来 在此过程中 真的很尴尬 学长 文生 我一愣 随即抬头 一个长相优越的女孩 坐在我的对面 埋头敲代码的时间太久 让我一时想不起眼前这人是谁 学长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林优 南大 金融管理三班的林优 眼前交好的面容 逐渐和记忆中灰头土脸的脸庞重合 我恍然 原来是你啊 当时比赛观众席上 给我打气的女孩 这么多年过去了 学长还是这么优秀 我一愣 而后落寞地笑 他现在还以为我在大公司当工程师呢 大学时期 我依旧属于两耳不闻窗外式的理工男 女孩这种生物 对我来说更是绝缘 但好在我似乎长得不错 桃花一直也没断过 只是我太直男 没有理会过 只有林优 是属于怎么拒绝也不肯走的人 特别是 在一场软件设计比赛上 她一嗓子让我记了她几年 我垂眸 说笑了 其实是我没有给王阿姨说清楚 前不久 我才被公司裁员 现在属于失业状态 林优感到惊讶 谁竟然敢裁掉学长 我失笑 你怎么就不质疑 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 哼 我还不信学长你吗 当初一名惊人拿下金奖 多少公司朝你抛出橄榄枝 谁知道你一毕业 就跑到了一个小公司 我想了想 当初拒绝一众offer 跑到一个小公司 可能是因为当时那位 HR的豪言壮志的毒鸡烫吧 我也是被点燃热血 进了最初的LM公司 出众的能力 在漫长的岁月里 逐渐被他人剥夺 只是那位HR早就离职 而我曾经的辉煌 也被淹没 没想到 林优还记得 LM公司 我也知道 听王阿姨说 学长在这个公司 我原本还在那闷 怎么工程师的名字 是叫王什么的 都没听到学长的名字 只听说 开除了另一位工程师 只是具体是谁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啊 我公司最近 就在接触他们的项目 就昨天 饭局上我去了一趟厕所 路过一个拐角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惊天秘密 我眼神微凝 林优接着说 答案公司的系统崩溃了 而且似乎技术部的人 还就不过来 我想过系统会崩溃 但是没想到崩溃得这么快 当时我已经修补了一半 再给我一个星期 能完全修补 但是没想到 后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王庆本就是个水货 这些年他的工作 全是我做的 之前他说 要不是他 我做不到如今的位置 但目前看来 要不是我 他还不一定能通过当初的实习 如今这个结果 也算是天道好轮回了 在之后的聊天中 我得知林优在毕业之后 竟然创业成立了一家公司 竟然就是 LM公司最近接触 最大的项目投资公司 也就是传说中的 金主甲方爸爸 我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林优娇娇一笑 不要惊讶 姐就是这么厉害 我失笑 以你的条件 没必要来相亲吧 林优看着我 笑道 要不是知道是学长 我才不来呢 我不好意思地一开视线 突然被小姑娘表白 还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最初到 LM公司的时候 追我的小姑娘倒是不少 只是我眼中只有敲键盘 后来也就没人找上来了 林优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学长 来我公司吧 我相信你的能力 LM公司能走到现在 你功不可没 我惊讶到 你知道 我还能不了解学长你吗 闷葫芦一个 随后 我点点头 答应了 而LM公司内部 早就炸开了锅 怎么回事 还没处理好吗 王公 这个漏洞太大 而且一直都不是我们负责的 真的修不过来啊 王庆横眼 你们干什么吃的 平时我在外跑业务 你们就里面偷懒耍华是吧 不是啊 这缺漏的部分 属于核心技术部分 一直都是王公你负责的 行了 闭嘴 一会儿我忙完了再来解决 在此之前 你们给我好好找找 这点事都干不好 做什么吃的 王庆连忙打断 LM公司核心系统崩溃 各个运行软件 也随之崩溃 各个部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自顾不暇 财务市更是慌张 年底了 他们要申报内税的呀 怎么回事 公司系统怎么说崩溃就崩溃呀 谁知道啊 技术部究竟在干什么呀 王公不是在吗 他怎么还不赶紧修补 员工很慌 王庆更慌 系统从前一天就开始崩溃了 当时他还在外面的饭局上 接到这个消息 便被领导赶回来修补系统了 还说只给他四天的时间 后面找甲方谈一系列项目 都需要软件技术支持 他们需要展现自己的实力 而现在连核心系统都崩溃了 可是 王庆哪里会修补漏洞 他不停地拨打某个电话号码 但一直处于通话状态 系统迟迟不能修复 其他部门的人也是闹得不行 公司大群的各个部门的经理 已经快疯了 财务部门总经理 技术部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没处理好吗 税务局已经派人来催了 我们的税务系统崩溃 你说我要怎么办 人是部门总经理 那我说什么了吗 年底还有一大堆资料需要统计 系统崩溃那一下 地下的员工 差点一起来 把我掐死了 来技术部门总工程师王庆 到底好没好啊 这都多久了 以前从未有过 我来公司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骚动 成功地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力 张总 技术部门总工程师王庆 怎么回事 你回去这么多天了 还没解决吗 王庆简直是骑虎难下 快要窒息而死 技术部门总工程师王庆 快好了 各位少安无躁 发出这句话时 技术部门的其他职员 眼睛都快瞪直了 什么快好了 快好了什么 这系统不是越崩越坏了吗 他们齐齐抬头 看向办公室的某个位置 上面坐着一个摸着脑袋 不断按着手机 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人 从前也有个人坐在那里 常常没多久 敲完键盘就闭目养神 最近谣言四起 他们也信了这话 但现在看来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我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正在和林优逛街 大群还没把我踢出去 这些消息我尽收眼底 看着王庆上蹿下跳的回复 是挺有趣的 但紧接着 我便退出了群聊 这些天 王庆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手机都要被打爆了 我直接反手拉黑 眼不见心不烦 学长 你看我戴这个好看吗 我收回手机 看向他轻笑 很美 很趁你 这些天 所有人都在关注群消息 就等着技术不说 系统维修好了的消息 但 看着最新谈出来的 技术部门赵阳 已退出群聊 恍惚间 他们察觉到了一丝 哪里好像不对劲的气息 其他部门迟钝 但是身在技术部门的员工 看得一清二楚 在这个员工私下的群聊里 吵得热火朝天 兄弟们 好像不太对劲啊 这都一上午了 王公怎么就拿这个手机点来点去的 为什么不修补系统啊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他看起来好像不会啊 兄弟们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赵公虽然看起来不务正业 但好像是因为这对他来说 都太简单了 所以效率才那么高 工作干完了 自然没事做了 是啊 我问他问题 他一下子就解决了 不像王公 天天在外应酬 我之前还闷闷想不通 以为是他技术更高 工作早就弄完了 但现在想起来 似乎那些言论的对象反了呀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这个道理呀 这些IT直男 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心理战术 如今反应过来 他们才意识到 赵公才是会真功夫的呀 王庆骗得过其他部门 但又怎么骗得过内行的技术部门 他们这些男人都是操汉子 从上学到工作 都是埋头敲带马 哪里见识过此等职场战术 你们谁有赵公的联系方式 我们道个歉吧 上次我们无事成那样 现在道歉还有什么用 可是这系统漏洞 我们是真修不了啊 老板回来了怎么办 怕什么 就算遭殃 也是办公室里面那个先遭殃 技术部门作为公司的核心部门 所有的员工 都是拿高工资养着的 可见其重要性 如今出现了这样的重大技术披露 各部门工作的延迟 更是给公司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失 大家都快把王庆艾特报了 而王庆只能一一回复 说发现更大的缺漏 还需要一些时日 各部门少安无躁 时间拖得越久 信任就降得越低 各部门皆是疯狂输出 王庆整个人头都大了 本就是年底 所有的总结工作 都挤压在一起 年度总结等一系列工作 因为系统崩溃 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员工在催 经理在催 客户也在催 王庆现在极其后悔 为什么那么早就把我踢出去了 可偏偏我像是失踪了一样 电话怎么打 消息怎么发 就是没人理会 我和林优逛完了街 手上提了不少的东西 里面有年货 还有春联等各种东西 作为第一批回乡的人 必须第一时间做好过年的准备 贴春联 捡窗花 买烟花 一个都不能少 林优 你放着 我来贴吧 林优踩在板凳上 手上拿着一副对联 正在往最上头贴 她摆摆手 没事 你先拿着 我来贴就是 我不禁失笑 这姑娘还真是要强 爸妈看见了 看向我 看起来对彼此都挺满意的 我倾壳一声 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妈 你说什么呢 倒是林优 一把搂过我的脖子 对着我爸妈甜甜笑道 伯父 伯母 我很喜欢赵阳 赵阳也很喜欢我 两老人健壮也是笑了 不打扰两人 33岁了 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到 谈恋爱的乐趣 林优的父母 在国外谈生意 这次过年 他便待在我们家 他很开朗 逗得我和我爸妈笑个不停 我的眼睛 也不禁跟着他的身上 当真是一个温暖 所有人的小太阳 而这个小太阳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送来了温暖的阳光 王庆再次发来 消息轰炸的时候 我正在包饺子 你在哪 看见了能不能回一下话 老弟 是我的不是 公司的系统有些问题 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就当是帮老哥一忙 你到底对系统做了什么 为什么修了这么久 技术部所有人都修不好 你难道是故意报复我 老弟 算哥求你了 回公司 来帮帮忙吧 我放下刚刚包的 最为完美的一个饺子 擦了擦手 终于回复快要崩溃的王庆 我被王庆污蔑辞退 没有拉黑删除 他的微信 就是为了此刻 一点一点 看着对方崩溃 绝望 却又无可奈何 放下他最看重的脸面 来求助于我 他说我是报复 没错我就是在报复 一个当了十年闷葫芦的人的报复 抱歉现在才看到 立刻对面连环询问 你可算回话了 你在哪呢 马上回公司一趟 公司系统崩溃了 快点 老板已经发火了 老弟 这是你也有责任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不管 然后置身事外 我吃笑 都这样了 这人还没认清现实 还在耍官威呢 搁着威胁我呢 以为自己是谁呢 他还真是多年应酬 喝酒把脑子喝坏了 我不紧不慢地 一个字一个字敲 我在包饺子 你也想吃 对方立马回复 什么饺子 我现在不想吃 你是没看见我发的吗 我让你马上回来 漏洞这事是不是你倒的鬼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回来解决了 你信不信我 让你吃官司 我随意一扫 说到漏洞这事 还不是因为他当年为了应付领导视察 自己完成的那一块数据 谁承想 他的技术实在太差 间接导致了现在的技术漏洞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 并修补了一半 还不知道系统还会成什么样呢 哦 饺子我也没想给你吃 王庆看着办公室门外 死死盯着自己 快要叨了自己的财务总经理 只觉得额头的冷汗 在不停地流 赵阳 你别跟我装傻 还不快滚回来 这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又包了一个形状极为好看的饺子 然后缓慢回复道 不好意思 一会儿要开始放烟花了 再聊 然后我把手机锁屏丢在一边 转心包着饺子 饺子要好好包 这可是一会儿的晚餐呢 王庆看见这条消息的时候 手机已经被摔在了地板上 而一直守在门外的财务总经理 见此 脾气也是上来了 不管不顾 冲进办公室 扯着王庆的领子吼道 你发什么脾气 我都还没发脾气 你在这里发什么脾气 你知不知道 我们财务部门在年底有多忙 你们技术部门 要是在维修不好系统 我要你给我办公室 全部员工陪葬 王庆也很崩溃 漏洞的问题 他要是能解决 早就解决了 哪里还会拖到现在 此时 叮咚一声 躺在地上的手机屏幕亮起 聊天框里弹出一张照片 一张烟花绽放的照片 并配文 王庆 祝你新年快乐哦 不工作的日子 着实舒畅 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在这一刻被打碎重组 从前 父母刚刚查出病来 我的工作也刚刚开始起步 那段时间的压力 让我头发都白了几根 好在 这些年熬了过来 给爸妈的那五万块钱 也落到了实处 爸妈的病 也逐渐好转起来 一切都在欣欣向荣 我常年关在办公室 开发软件 外面的世界都没怎么看过 此刻和林优漫步在小路上 倒是格外的惬意 几天下来 精神气都好了不少 林优说好不容易放假 带着我去了附近著名的古镇 还有小吃街 以及旅游景点玩耍 我还被林优丢进游泳池 说是好好比拼一番 哇塞 学长 没想到你看着那么瘦 脱了衣服 还是蛮有料的嘛 我不好意思地撇开脸 平时周末没事 我都会在小区附近 跑上几圈 长辞以往 肌肉也都练出来了 毕竟 我是真的不想年纪轻轻 就变成大富翩翩的地中海 还好我日常工作完成的都很快 发际线还没有厚移多少 不像办公室里的那群人 脑袋中央的头发都没了 还好了 林优直接上手摸了一把 笑得很开心 我无奈淡笑 小姑娘胆子还挺大 你先在这里等一会 我去买两瓶水过来 我失笑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么叮嘱 还怕我走丢不成 林优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怕你跟别人跑了 我一个邋遢操汉 这种担心 怕是多余的 可事实上 倒是我妄自菲薄了 脱掉了格子衬衫 显露出的腹肌和肌肉 头发被弄到后面 真正的面貌显露出来 不好的女生 跑来我面前问联系方式 最后都被林优赶走了 我悠然地和林优游玩期间 王庆又发了不少消息过来 从最初的威胁 谩骂 再到请求 低声下气发语音 最后是连缓语音谩骂 看来 她已经露线了 过了这么久 事情还没有解决 是个正常人都知道 事情不太对劲了 王庆被问责了 领导打来了电话 我犹豫了一秒 然后拉黑了 然后领导给我发来了消息 小赵啊 之前那事 是王庆做得不对 你的年终奖和欠你的工资 我让财务给你 还有官博物触发的什么 我也让运营不删了 你看 公司这事 你回来处理一下 我不得不说 他们还真是拼了 连领导这样 指高气扬的人 都来找我了 不愧是管理层高位的人 说话的艺术 比王庆这人好上不少 直到在这个结果眼上 不能得罪我 领导 我只是一个混吃等死 拿闲钱的人啊 这是我怎么能解决得了呢 小赵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 有能力和本事的人 看在公司养你十年的份上 也帮公司度过如今的难关 这话说的可真是好听 我微微养美 公司养我十年 明明是我养公司十年 扪心自问 要不是我 公司能有今日的地位吗 我不是什么能人 但也不是一事无成的废物 领导 其实这是很好解决 你说 只要你把王庆裁了 我便回公司解决这事 王庆知道这个条件的时候 抱着领导的大腿 一把鼻涕一把泪 领导 这些年我在公司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这个结果眼上 您不能把我裁掉啊 领导已经气坏了 谁知道 这是连他都被蒙在鼓里 亏他这么提拔王庆 以为是个人才 没想到就是一个骗术精湛的骗子 可偏偏 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还在王庆手里 他还不能开除它 所以 他决定暂时稳住我 等一切解决完了 再做下文 按理来说 这下我不会再拒绝 可偏偏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 LM公司的甲方 林优公司业务量突然暴增 需要回去加班处理 而我也跟着去了公司 顺便处理好入职的事情 而我手上接到的第一个项目对接 便是我的前公司LM 我收到的最新信息 对方公司派来的业务对接员 是王庆 LM公司技术披露的事情 再也瞒不住 长时间的项目搁置 导致不少客户 对公司的能力产生怀疑 纷纷取消合约 而公司内部漏洞无法修补 管理层只能花大价钱 紧急从国外高薪 聘请了几个技术骨干 来进行修补 几个人日日夜夜修补了一周 才终于修补完成 主要的核心数据在我手上 王庆一概不知 国外来的技术骨干 没有原数据支持 只能抓狂的面前弥补 此事一经传出 外界纷纷开始质疑 一个软件开发公司 还会出现这种事情 简直是一笑大方 公司市值一夜蒸发 无数股民开始抛售股票 LM公司损失惨重 无数业内人士在看笑话 纷纷跑到官博下面顶着自己公司名称流言 可谓是一朝受难 八方来采 听说贵公司把核心技术员给裁了 真是大智若鱼 我等望尘莫及 贵公司此次操作 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财员财到公司大动脉 你们也是独一份了 年底被留在公司加班 已经是引发重怒 如今公司市值跌成这样 一些受不了的基层员工 纷纷离职 一下子基础工作人手不够 资金流转不畅 整个公司乱作一团 不多时 LM公司就找上门来了 客户纷纷解约 钱打了水漂 公司内部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 他们想起来 还有一项足以让他们翻身的项目 正是和林优GT集团的合作项目 此前正处于商议阶段 而公司派来了王庆 这也是他体现最后价值的机会 王庆是和张总一起来的 也是我之前的领导 饭局定在了一家酒店 我穿好西装 打好了领带 与林优手玩手推开了包厢的门 门刚刚推开 便听见一道熟悉的谄媚声 哎呀 林总您来了 王庆看清门外之人忽然一顿 笑容僵在了嘴角 四目相对 我扬起笑容 春光明媚 别来无恙啊 王公 杨总也将在了原地 目光在我和林优身上来回晃动 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是做救命稻草的项目的负责人 会是我 比起精神奕奕的我 杨总和王庆眼底的黑眼圈 都快赶上煤炭了 这段时间 没少吃苦头 王庆僵硬地笑着 没想到是赵公啊 真是令人意外 从之前的背锅侠 到现在的甲方金主爸爸 确实挺让人意外的 杨总连忙上前弯腰伸出手 我一早就看出来赵总飞等闲之辈 如今一看 果然如此啊 我微微垂眸 不发一词 他是懂得能屈能伸这个词的 林优笑道 但动作未变 这是我们GT集团的总经理 兼技术顾问 承蒙贵公司之前的多多照顾了 张总收回手 跟着笑 年少有为呀 年少有为 在这紧张的气氛下 落了座 王庆勉强维持笑容 向我敬酒 之前的事 是小弟我不是 在这给赵总赔个不是了 说完 便养头灌酒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他不能丢掉这个项目 哈哈 你们年轻人 有点小摩擦很正常 只要说通了 好好解决了便是 毕竟你们共事这么多年 感情还是不错的 杨总接话道 看着他们这一出表演 我觉得真是有趣极了 接着喝呀 我看王公不是很擅长这是吗 王庆停下的手一顿 然后哈哈一笑 继续灌酒 林优没有阻止我 他知道 这是我在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过去被欺凌了十年的自己告别 整整一瓶红酒 都被王庆灌了下去 他实在受不了 放下酒杯 看向我 与其谄媚 赵总 您看这气消了吗 我微微一笑 当然 王庆和杨总 面色一喜 那这合同 我拿出一打纸张 望着他们期待的眼神 说道 王公 我们共事十年 自然是感情深厚 你说我如今 怎么会舍得为难你呢 王庆兴奋地点头 我微微转眸 所以啊 杨总 当初我离职的时候 可是受了不少 王公的照顾啊 话落 王庆脸上的假笑破碎 面部逐渐变得猙獰 杨总当然答应 能够拿下这个项目 区区一个王庆算什么 王庆 你还不快向赵总赔罪 王庆脸色一僵 然后站起身来 当着我的面 开始自删 一边删一边说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使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赵总大人不计小人过 林优后整以侠地 拿出手机 开始录视频 哎呀 王公还真是什么 都豁得出去 王庆顿了手 可以 可以别录视频吗 杨总瞪了他一眼 他瞬间不敢说话了 继续扇巴掌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整张脸本来就丑 现在肿起来 更是恶心 杨总搓手笑道 赵总 您看这合同 我放下茶杯 杨总啊 只有最后一个条件 只要你答应了 我马上签合同 杨总马上给我的茶杯 倒上茶 弯腰激动到 赵总您说 很简单 我微微抬起眼眸 看像王庆 肿得跟猪头一样的脸 只要你让王公滚出公司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王庆血红了一双眼 黑眼圈显得他更加狼狈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王庆崩溃了 这段时间 他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压力 如今被曾经看不起的人这样羞辱 怎能忍受这个结局 他一把抄起桌上的酒瓶 想向我砸来 但被杨总及时拦下 两人瞬间扭打成一团 毫无形象可言 杨总眼镜都被打歪 他给了王庆一拳 扯着嗓子嘶吼道 狗东西 你还嫌自己害公司 害得不够多吗 我淡然起身 不染一丝尘埃 对着林幽说 我们走吧 林幽拉着我的手臂 要不要叫保安 我摇头 他们喜欢打 就让他们打吧 转头开门的瞬间 呼得 王庆吼道 赵阳 有本事你给我等着 看我后面不弄死你 杨总想要起身拦住我 但是被王庆扯了回去 你不是很能耐吗 给你当了十年的狗腿 你现在就想踢掉我 没门 杨总也不甘示弱 要不是你欺骗公司 陷害同事 公司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你还有意思说 回去你等着收律师函吧 我要起诉你 不仅是我 公司也要起诉你 两人打坐一团 而我贴心地把门打开 让此等风光 人人可赏 不多时 里面的巨大动静 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围观 还有不少网红在直播 快看 里面有人打起来了 看热闹这方面 国人最为拿手 不多时 直播间热度升高 不少好事者停留在直播间观看 人多了 就有不少人认出了 屋内打在一起 毫无形象的两人 丹安官博再次被冲 本就岌岌可危的企业形象 这下彻底崩裂 之后 我也没辜负林优的期待 短短几月 便研发出一款新型现象级爆款软件 流量碎片时代横行 我看中了这一点 研发出了一款短视频软件 一经上市 便为集团吸引了不少年轻用户 因为操作简便 视频有趣 定向投放 在网红流量的驱动下 用户量逐渐扩大 一时间风靡网络 我本就擅长研发各种软件 脱离了指挥内耗 目光短浅的公司 我的能力才得以彻底展现 从前 我便提议过 让公司开放权限 让我研发能够吸引年轻用户的软件 但是管理层总是以经费不足为理由 拒绝了我的提议 还遭到了不少冷嘲热讽 如今 倒是让我给打了脸 GI集团本就是知名企业 如今更是一举跃入顶尖位置 成了无数高门学子的向往之地 而LM公司 因为之前一系列舆论的打击 还有核心技术的丢失 各部门员工纷纷地离职 还失去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后来还因为公司高层出现的打架丑闻 早就岌岌可危 到了破产的边缘 杨总更是上门来求了好多次 但都被拒之门外 王庆被公司开除 更是被公司告上法院追责 而他最后也被法院判定 赔偿公司百万损失 更将面临牢狱之灾 听说王庆在法庭的门口闹了好久 骂了足足一个小时 最后被保安打晕带走 而王庆自己山巴掌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做成了不少的鬼畜视频 十分好笑 他的脸可算是火到了全国 网友留言 这就是LM公司高层吗 嘖嘖嘖 真是恶心 这是在干嘛 不会是在向某个大佬赔罪吧 这些事 如今到了耳边 倒像是笑话 经过多方面的打击 LM公司竟是被一家 不出名的公司收购 曾经风光无限的知名企业 到如今 被不知从哪来的小公司收购 倒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林优来到我身边 学长 你是在晚西吗 我点点头 没有否认 十年 我见证了 他从落寞到万千追捧 再到如今的彻底消失 晚西是一定有的 林优犹豫问道 我们公司也有能力收购 LM 为什么学长不直接收购了呢 我轻轻一笑 收回飘远的思绪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 再说 收购了LM对你来说 也是一笔损失 不是吗 林优一把坐在我的腿上 千金难买美人一笑 我不禁失笑 小姑娘胆子还是这么大 对了学长 南大邀请你回校演讲 你去吗 我点头 嗯 久违的 回到了校园 我站在曾经胃部的讲台上 望着下面乌泱泱的人群 开始讲述所谓成功之道 有人举手问道 学长 听说你曾经被LM裁员 请问是真的吗 我微笑的点头 是真的 现场一片哗然 有人讨论 那LM真没眼光 竟然把学长给裁了 那不然呢 后面不是破产被收购了 有人反应过来 所以这是才到了公司大动脉吗 哈哈哈哈 然后我抬头继续发言 声音传遍了厅里每个角落 所以他们之后就破产了 现场笑声一片 之后的之后 我遇见了不少年轻有为的互联网人才 我惜财 也爱财 为了不让他们浪费能力 业内皆知 在GI集团 总经理兼技术顾问赵阳 为年轻一代搭建了最好的舞台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日落尤其温柔 人间皆是浪漫 大家好 欢迎来到落日温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奶奶在家族群发了36道菜 让我妈中秋节做给全家老小吃 我妈身体不好我替她拒绝 转头奶奶让我做 我爽快答应 中秋节当天我把菜端上桌 奶奶看到后我一句话让她傻眼 奶奶在家族群里面发了张菜鸣的单子 有36道菜 让我妈妈一个人在中秋节给全家老小做 我在群里面说我妈妈身体不太好 那么多菜她做不了 她发了好几条60秒的语音来内涵我们母女 当她在餐桌上看到折尔根香菜凉拌草莓 火龙果炒土豆丝的石面 如黑炭我则热情地跟给位书白婶婶家菜 大家别客气啊 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家做菜 多吃点啊 大家都知道现在提倡光盘行动 那36道菜我们吃不完就浪费了 所以我就减成了12道菜 我边摆着盘子 边笑呵呵地说道 虽然菜是减少了 但是菜品大家放心 绝对是大家平时难得吃到的 坐在餐桌的人都面露难色 估计是不知道先吃折尔根香菜凉拌草莓 还是先吃老干妈炒巧克力 李亚男 你这是在干什么 奶奶一脸怒气地看着我 怜悯戴性地大声吼道 你做的这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这样的东西也能上桌 奶奶 我这不是第一次做吗 没有经验 我笑咪咪朝她说道 估计是我的笑惹怒了她 她生气吼了一声 李亚男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 像个卖笑的 妈 你别生气 牙牙也是一片好心 给大家做菜 估计是网上的攻略没有找对 我小姑柔声地劝着我奶奶 还特意夹了一筷子的草莓 放在了嘴里 她面不改色地把那块草莓吞了下去 然后微笑着 其实还可以的 你当谁都跟你一样 不讲究 没出息 什么东西都能将就 奶奶的情绪 丝毫没有因为小姑的话改变 反而变本加厉 果然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 真不知道我怎么生了 你这样的女儿 似乎是觉得这话的伤害性不够大 她还特意瞪了小姑一眼 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 是刻进骨穴里面的 这让她从骨子里面 就瞧不上小姑 我妈和我 也是 小姑那么优秀的基因 真不像是遗传的 我特意看了看一旁的几个书呗 李雅南 奶奶生气地拍了拍桌子 小小年纪 学得牙尖嘴利的 没家教 你妈就是这么叫你 跟长辈说话的吗 奶奶你这就错怪我妈了 这周围谁不知道 我妈是最懂理的人了 我这个样子 应该是隔代遗传了吧 我叹了口气 这个就没办法了 这遗传不挑好的遗传 我能有什么 有什么办法 这点我没说错 论阴阳怪气 我奶奶排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再说了 现在网上说了 现在的坏人都变老人 不是每个老人 都值得被称为长辈的 奶奶有些气急败坏的吼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想说我不配当你长辈 李雅南 你是有都高贵 说你几句都还说不得了 我没有说什么呀 我指了指桌子上的菜 这不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吗 你嫌菜少 真给你做出了三十六道菜 你可得吃啊 奶奶生气地指着我妈 赵素琴 这就是样的好女儿 不就是让你们做做菜 你们给我弄这一出 是想气死我吗 她然后就开始大口喘气 然后叫着我几个叔叔伯伯的名字 说喘不上气来了 那模样值得颁一个奥斯卡金奖 李雅南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 大过节的你闹这么一出 是想做什么 坐在我旁边的堂哥李南 开始冷眼指责我 然后跑到奶奶旁边 开始拍着他的背 奶奶 别生气 别生气 咱犯不着跟他那种人计较 南南呢 你知道奶奶的 奶奶苦啊 奶奶大口地喘着粗气 然后开始声泪俱下地 诉说着我爷爷走后 他有多不容易 奶奶 我们都知道你有多辛苦 我们都知道你有多伟大 堂哥在奶奶的一声声诉苦下 也红了眼眶 我和小姑对看了一眼 这种戏码 他们真的不烦吗 奶奶 你放心 我绝对不像堂妹那么不笑 惹你生气 我会给你养老送终的 李南说这话的时候 还特意瞪了我一眼 南南 奶奶的乖孙子啊 我奶奶摸着我堂哥的头 还是你孝顺啊 知道奶奶这些年有多辛苦 有多不容易 说到这里 他声音开始哽咽 老头子啊 你没良心 丢下我先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 在这世上受苦 奶奶开始垂胸顿足了 妈 你别这样 牙牙也没有别的意思 见这种情况 我妈也只能上前开始劝说 哪知她听见我妈妈的声音 哭叫得更大声了 没别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是想让我死吗 我爸朝我妈无奈摇摇头 我妈只能站在一旁不说话 奶奶的哭诉还在继续 老头子啊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 老头子啊 你怎么舍得呀 老头子啊 你怎么就抛下我了呀 他说声音随着排笔锯都巨势 不断在拔高 我母亲拉了拉我的衣袖 我知道 这是多年来的默契 让我主动去跟奶奶道歉 不然 她今天可以哭嚎一晚上 这件事情念到一整年 我深吸了一口气 走到她面前提高了音量 奶奶 你怎么说是爷爷抛下你呢 当年抛夫弃子的不是你吗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 跟人私奔离家出走几年 后来因为老家拆迁 爷爷有拆迁款 奶奶又回来了 估计是看在几个孩子的份上 爷爷就让奶奶继续待在家里 原本想的是让家庭更加和睦 那曾想我奶奶在家里各种作妖 我爷爷还没想几年福 就过世了 然后我奶奶就时不时兴起 演起抗力情深的戏码 大家所有人都默认了 她的这种举动 原本闹哄哄的场景 因为我的一句话 变得安静起来 她原本还喘不上气的奶奶 这会儿立大儒 牛扇了我一巴掌 你个小贱货 嘴里说着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 真以为没人叫你了 奶奶冷眼横眉道 看着我看来是 该有人教教你规矩了 也该知道什么事情 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 妈 你这是干什么 我妈连忙走到我面前 摸着我红肿了的脸 原本和善的脸 这会儿也冷了下来 你怎么打人呢 哑哑都这么大了 有什么你说就行了 你这往脸上一巴掌 他要是毁容了怎么办 我一向好脾气的爸爸 似乎也有些急了 奶奶的意思是 有些事情您做的 我们说不得 是吧 我看了看面前的人 笑了笑 用手摸了摸脸 他这一巴掌用力全力 我半边脸都是麻的 没叫养的东西 奶奶见我爸我妈这样 似乎更生气 怎么 我自己的孙女 我还打不得了 不就是个丫头骗子 有什么金贵的 她满脸的不在乎的哼道 妈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怎么丫头就不能金贵了 小姑听见这话 似乎是被触动了神经 这身上这衣服你的包 哪一样不是丫头骗子买的 虽然我奶奶重男轻女 但是我小姑这些年 对我奶奶还是非常好的 逢年过节的红包 还有平时的衣食住行 没有缺过我奶 我又没有说你 我奶奶看了看我小姑 你们都护着她 她迟早要被你们惯坏 现在打不得 说不得 你们这样 谁敢替你们管孩子 好这是好心当做驴肝肺 你们现在不管她 等她以后走向犯罪的道路 有你们好受的 她想了想 然后突然又哭嚎了起来 我就知道 你们是看不惯我 早就想我死了 我不就是打了她一巴掌 你们做这个样子 是想怎样 是想打我吗 她往地上一坐 拍着地板 我就知道 这雅雅对我意见大 她一个孙辈都敢这么跟我叫嚣 我这活着还有什么颜面啊 说着哭喊的声音更大了 李雅南 我现在以哥哥的名义命令你 立刻马上去给奶奶跪下道歉 我堂哥李雅南抬高了她的下河线 然后满脸正义地看着我 我妈想说什么被我拉住了 李雅南 你果真的奶奶的好孙子 我朝她笑了笑 真孝顺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是白眼狼 她恨瞪了我一眼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你就说你今天要不要跪下道歉 我要是不呢 不 她朝我冷哼了一声 握了我拳头 那我就顾不得二叔的面子 要让某人渐渐血了 我爸见状皱了皱眉头 我妈拉了拉她 朝她摇了摇头 李楠 你这么孝顺 是因为奶奶承诺你结婚时 要给你十万块吗 我大声朝着李楠说道 保证在场的人能听见我说的话 这是什么情况 小堂弟李帅疑惑出声 奶奶不是说没钱吗 我爸出车祸时 他说拆迁款早就用完了 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也是这样听说的 我四叔也是一脸疑惑 看着我奶奶 李雅楠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 少瞎说八道 我堂哥李楠连忙否认道 我胡说 我揉了揉刚刚被扇了巴掌的脸 还有些声疼 我忍着痛 笑眯眯地说道 我亲耳听见 奶奶让你不要把她手里 还有八十万拆迁款的事情告诉大家 并承诺你结婚时候 私下给你添十万 按理说 这抛夫弃子 户口签出的人 不是应该没有拆迁款的吗 你胡说 李楠走到我面前 抬起的手 被我小姑一手抓住 楠楠 这大男人打女人 可是要不得的事情 更何况 她还是你妹妹 我小姑丢开李楠的手 满脸嘲讽地看着李楠 李楠似乎是被我小姑盯得发毛 开始不自然地解释道 小姑 那是因为她对奶奶不笑 还胡说八道 是不是胡说八道 我们听一听 具体的不就清楚了 小姑一游所指地 说了一句那么慌张做什么 然后看向我奶奶 妈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什么 我有什么好说的 这牢里头留下来的钱 不留给姓李的 难道还要留给外姓人 哪有这个道理 奶奶理直气壮地 朝着我小姑姑吼道 再说了 这钱是棺材本 是救命钱 你们用了就是老虎借猪 我以后找谁要去 我奶奶重男轻女 我家的叔叔伯伯 就比我小姑更受宠 同样 我堂哥也比我更能得到她的关爱 但是她的爱 只限于关爱 言语上的关心和爱护 不能涉及到金钱 我三叔当年骑摩托车出车祸 命都快没了 也不见他拿出一分钱出来 大家都觉得 估计是爷爷在世的时候 钱没存下来 也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被我这样抱出来 奶奶看我的眼神 像是削了刀片 堂哥看我的眼神 像是脆了毒药 他开始大哭大闹 开始诅咒骂人 从他骂人的话语中 我验证了 果然人生气起来 是自己都会骂的 他边骂我就边数 他这是骂到了 我祖宗的第几代 但是大家对他这种老戏码 已经视若无睹 开始在讨论那八十万的归属 我的几个叔叔伯伯一致认为 那八十万该四兄弟平分 每人二十万 还是我小姑站出来 说好歹给老人家留点钱 然后才重新划分 我爸和三个叔叔 每人十五万 我奶奶留二十万养老 我出嫁的小姑没有 都没有人在意 我奶奶私吞的那份 原本就是我爷爷留给我小姑的 对于这样的划分 我奶奶不同意 她说 我爸爸就我一个女儿 他不能跟大家分一样多 钱最后留给了女儿 我奶奶狠狠地看着我 她不能接受 她拿出来的钱 最后要留给我 大家针对这种情况 又开始重新划分 桌子上的各种菜 完全没有人动 大家都在想着 怎样去把这个钱分配得更合理 一个晚上出的十几个分配方案 都有人有理由反对 最后 李帅说她有一个律师朋友 干脆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分配 可问过律师后知道 我小姑也有分配权利的时候 大家一致装聋作哑 开始打哈哈 说最开始的分配方案合理 最终还是采取了 我爸和三个叔叔 每人十五万 奶奶二十万的方案 我心疼地握了握我小姑的手 她朝我笑了笑 还刻意安慰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小姑有钱还嫁得好 这几万块钱 哪里入得了我的眼 不过 她朝我奶奶方向看了看 新凉还是有的 就在大家觉得分配完美的时候 我小姑说了句 那按照你们这么分 那以后养老的事情 是不是没有我的事情了 那可不行 我奶奶连忙接上话 我是你妈 无论我对你有没有抚养 你都有义务养我 我奶奶那么精明的人 怎么会不清楚 少了我小姑 她以后的日子 哪里还能像现在这么惬意行啊 要我养也可以 但是钱我也要分 我小姑笑了笑 你都是嫁出去的人了 怎么好让你三头两天的来看我 我奶奶摆了摆手臂 我这身体硬朗着呢 不要你们谁服侍 你们谁都不要 像是预料到我奶奶的答案了 小姑脸上的表情 没有什么变化 淡然一笑也是 你有四个儿子 哪里需要女儿来伺候 我奶奶假装做摆臂运动 没有听见 在她视线转向我时 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 完美的诠释了 她想凌迟我 如果思想有图像 现场展现的画面 一定是我被她千刀万剐的 各种惨不忍睹 被我这样硬生生砍下了六十万 不恨我入股才怪 出人意料的是 这件事之后 她依旧像平时一样 早出晚归出门跳广场舞 刷刷手机视频 每天吃我妈最好的 然后出门 玩累了 就回家 等着我妈做晚饭 几个儿媳妇中 她最看不上的 就是生了女儿的我妈 可偏偏除了这个儿媳 其余几个她都合不来 她不得不在我家 跟我们一块住着 她唯一不太一样的就是 她拿着手机 悄悄玩微信的时间多了 每次都一脸神秘地 拿着手机回着微信 就在我开始怀疑 我奶奶是不是网恋的时候 我的网恋对象 刘大爷的老婆 找来了 没错 是我的网恋对象 刘大爷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都震惊了 在刘大妈的叫骂声中 我听到了这个忘年恋的始末 刘大爷是我奶奶 跳广场的舞伴 我因为童年缺爱 爱上了这六十多岁的大爷 我奶奶被我磨得没有办法 只得去帮我要刘大爷的微信 微信加上后 这一来二去 这每天都发微信述说爱以后 我和刘大爷便相恋了 因为使用微信频率过高 被刘奶奶发现后 他就拉着刘大爷 就骂上门来了 刘大妈的战斗力 在我们这个街区 都是出了名的 刘大妈 刘大妈 您停一停 我趁着刘大妈休息的片刻 连忙出声制止 可骂极了的刘大妈 哪里停得下来 谁是你刘大妈 你个小浪蹄子 小小年纪不学好 去勾引老头 后面便是一大堆 不堪入耳的脏话 根本没有我出声的机会 周围的人 听见这样的话 也开始指指点点 我便把头转向一旁的刘大爷 想询问情况 那曾想这样的举动 触碰到了刘大妈的逆鳞 你个不要脸的 都这会儿了 还想着去勾引人 他想冲上来扯我头发 被身后的刘大爷给拉住了 刘大爷颤颤巍巍地说道 有那么多人在看呢 怎么 怕人看 怕人看你就不要做呀 一把年纪的人了 也不嫌害臊 还学人家年轻人网恋 刘大妈把战斗对象 对准了身后的刘大爷 便开始了一顿炮轰 骂了几句后 似乎是觉得不过瘾 又转过头来继续骂我 刘妹子啊 你这是做什么 我奶奶一脸吃惊地 从屋内朝我们走来 做什么 我倒是想问问你这个当奶奶的 怎么教孙女的 去勾引可以当爷爷的人 刘大妈一脸气愤地看着我奶奶 还有这样的事情 妹子啊 是我管教不周 雅南说是想家老刘微信学跳舞的 我才去帮忙要那个微信的 要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打死我也不会做帮忙的 奶奶一脸痛心地看着我雅南 你这样破坏被人家庭是要下地狱的 你快给你刘大妈道歉 还没有等我开口 她就自作主张地给刘大妈道歉 妹子啊 你就大人有大量 原谅她这一次吧 奶奶含着笑 道着歉 看这样子 是不给我机会 要坐实我的罪名了 刘大妈并没有因为我奶奶的说情 气势弱下去 反而火气越来越大 嘴里不停地吐出各种脏话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这情况 我根本插不了嘴 说不上话 我转身走进厨房 拿了一个碗走了出来 你这是要干什么 在他们一脸疑惑中 我摔碎了碗 捡起破碎的瓷片 拿在手里 你难道还想杀人 你要知道杀人是犯法的 刘大妈 你刚刚说的那么多 都是你在说 你一口咬定 是我勾引刘大爷的 你拿出证据呀 我看了看手里面的瓷片 如果你能证明 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就自我毁容 你看怎样 好 我看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 刘大妈抢过刘大爷的手机 顺利地解了锁 翻到了微信的聊天记录 微信头像和微信名都是我的 里面有着各种撩骚的话语 还有我穿睡衣在家里面的图片 就这样还说不是你 刘大妈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我朝旁边的奶奶看了一眼 她正兴奋看着刘大妈 对我进行各种言语的辱骂 刘大妈 我说这个微信不是我的 你一定不信 我顿了顿这样吧 你打个视频过来就知道了 刘大妈似乎是为了让我死心 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花花蝴蝶的视频铃声 在我奶奶的包包里面响起 刘大妈一脸震惊地 从奶奶包里面拿出手机 连声骂道 好啊 好你个甘凤梅 原来是你 我奶奶则是满脸疑惑地 看着她兜里面的手机 她当然是把手机藏好了 才出来的 就是以防出现这种情况 她没料到 我进厨房 好心地把她的手机拿出来 放回她的包里面 没想到你为了自己快活 居然让你自己孙女 来替你背皮皮 刘大妈说完就去扯我奶奶的头发 就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 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一把年纪了 还想出这么多花样来 你胡说八道 你要是对你家老刘好点 他哪里会去网恋 我奶奶也不是省油的灯 也对刘大妈开始嘲讽 刘大妈被这样一击 战斗力瞬间爆表 开始连抓带咬了 我妈回家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这幅场景 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 了解了始末后 她拖开了干架的两人 一脸不可思议 看着我奶奶 我知道你不喜欢芽芽 但没想到现在你居然想出这么恶毒的方法来 什么恶毒的方法 赵素琴 你是眼瞎吗 看不到现在被欺负的是我吗 我妈因为被刘大妈多踹了一脚 便开始拿我妈撒气 你居然帮外人拉偏架 奶奶 我妈要是不拉开你 你那脸估计早就被刘大妈撕烂了 我火上加油地拱火了一句 谁说的 她是我的对手吗 要不是我看在她家老刘的面子上 她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吗 奶奶一脸不服气 哼了哼 你当你是谁呀 还要看我家老刘的面子 我需要你给面子吗 刘大妈说着不顾旁边的人阻拦 朝前面冲了过来 你个下 见东西 看我今天不把你那张脸撕烂 我跟你姓 你们别打了 待会儿有人报警了 你们可是要进派出所的 旁边的一大叔友好劝说道 进派出所就进去 我还怕吗 我奶奶见劝嫁的人多了 气势也起来了 打架进派出所的话 会有档案记录在案的 见打架的两人还想说什么 你们的孙子们要是想考工的话 可就考不了了 两人心不甘情不愿地对骂了几句 然后刘大妈拉着刘大爷偏然离去 妈 我这就打电话 让他们几个来商量你的去处 我妈对我奶奶说了一句 然后拉着我进了屋 我奶奶一脸愕然道 看着我妈 我妈这个举动 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奶奶敢这么做 也是因为我妈妈太过于仁慈 总觉得她是长辈 很多时能忍则忍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可这次她叫上我爸爸和我书拜 说什么也不愿意 让我奶奶待在我家 这些年 我奶奶一直在住我家 我几个书拜当着甩手掌柜 叔父惬意极了 我大伯说 这些年 弟妹你都忍了过来 再忍忍就好了 我三叔说 这下子 你不让妈待在你家 这让妈心里怎么想 要是她有心理阴影了怎么办 我四叔说 我家那么窄 妈过去待不习惯的 几人开始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来 堂塞我妈 我妈冷笑了一声 大摆子你都说了 我都忍受了这么多年 是不是也该让你家的那位去忍一忍了呀 我大伯父是七管言 大家都知道 三弟的儿子的女朋友 不正是学的心理学吗 要是有心理阴影了 这不正好可以让她去看看 不但可以练手 还可以增进关系多好啊 儿子谈了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我三叔可是在这些亲朋好友面前炫耀了好久 四弟你家那新房子不是装修好了吗 妈这过去不是正好吗 四叔天天都在说 他那房子的洗脸盆装了多少万 床垫买成了多少万 我妈把他们的话堵死了 他们只能黑着脸商讨着奶奶的归属 不管奶奶的这种不孝之名 他们那么爱名声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我在心里面默默给我点了个赞 最终商讨的结果是 我奶奶在他们三家人中 一家待一个月 这样轮一年 第二年 我爸爸和他们一起轮 听到这样的结果 我奶奶的脸色难看极了 但也不得不去收拾东西 跟着我大驳走 临走时 还不忘咒骂我 说我是个白眼狼 我妈这么惯着我 迟早会栽根头 她精明能干一辈子 在我这个阴沟里面翻了船 我转头看看 我妈 担心她会因为奶奶的话 有什么想法 她只是温柔地看着我 摸了摸我的头 这些年苦了你了 好在 现在都过去了 我点了点头 我也相信会越来越好 奶奶在我三个书败家 就这样轮了半年 看着他们脸上 那苦不堪言的表情 我有些同情 但不多 突然一天 我爸接到我三叔的电话 说我奶奶失踪了 确切地说 是又离家出走了 她留了纸条 既然几个孩子都不喜欢她 那她留在家里面 也没有意思了 她要去找寻自我 开启新的人生 看到这张纸条 几个书败开始相互抱怨 他们对奶奶的所作所为 相互指责 我对她哪里不好了 她跑去街道 社区到处传小话 话里话外 都是我们夫妻对她不好 还谈天编造各种谣言 你不知道小区里面的人 看我的眼神有多奇怪了 大伯苦不堪言地摇着头 你那都还好 你知道她去我那里去干嘛 每天都带各种人 去家里面搓麻将 还家里面沙发茶几班了 在家里面跳广场舞 四叔说起她来 满眼的无奈 三叔在角落里面 咬牙切齿地嘀咕着 我知道 她家儿子那优秀的女朋友 成功地被我奶奶给十多分手了 即使他们此刻有着诸多不满 但是此时此刻 更要紧的是找回老太太 这么大年纪离家出走 在外面发生个什么意外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雅雅 你这段时间内 没有去找你奶奶吧 四叔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不是吧 四叔 你怀疑奶奶离家出走 跟我有关系 我又不是有病 特意去你们几家 去找她吵架 估计是我跟奶奶前面吵架 太深入人心 这次跟我没关系的事情 还特意问我 四叔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问问而已 四叔象征性笑了笑 我觉得还是报警吧 毕竟一个老人 在外面也不放心 我妈犹豫了会儿 说了句话 这会儿 我爸的手机响起 她接了电话 放下手机 跟我们大家说了句 不用报警了 妈现在就在临时的警局 我们在警局 看到我奶奶的时候 她正泪眼婆娑地 跟警察哭诉着 几个儿子的不笑 见到我们几个 她有些善善地 把头转了过去 没有继续说下去 你们几个家属来得正好 网上那些注意事项 你们都没有告知老太太吗 难道被网络诈骗了 听到这话时 我有些心惊 我几个书拜 也相互看了一眼 估计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被骗了多少钱 我三叔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才问了出口 骗 这个很难去定义呀 警察叔叔似乎是有些犹豫 如果定义成骗钱 那需要你们家属提供证明 这怎么提供证明 我三叔显然是被这话气到了 我骂这么大年纪的人 连智能机都玩不明白的人 现在被诈骗 你们还要我我们出证明 那警察听完后解释道 老太太只能手机玩的 就是太溜了 她不是被网络诈骗 你们家属可能是不清楚 她把所有的钱 都打赏给了男主播 她拿着手机 把手机递奥我们面前 然后朝我们微笑 老太太现在就是这个 绑一屏幕上 二十多岁的小帅哥 穿着背带裤和白衬衣 正在卖力地扭着水蛇腰 嘴里还宝贝宝贝地叫着 这场景让我赶来的几人 当场实话 我不得不说了句六 奶奶恼羞成怒抢过手机 满眼满怨地看着那民警 不是让你不要跟他们说 这件事情吗 还说为人民办实事 你们办了什么实事 老奶奶 你让我帮你约主播见面 奔现这种事情 我确实办不到啊 那民警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 原来是我奶奶最近迷上了刷视频 在一生生的宝贝中迷失自我 开始给主播刷票 成功地刷到了榜一的位置 那主播就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说是要见面 我奶奶就决定离家出走 去寻找她的幸福 但到了临时 那主播知道我奶奶的年龄后 死活不愿意见面 还拉黑了我奶奶 气不过的奶奶就跑去了警局 让警察帮她约男主播 还说约不到就要报警抓她 警察无奈 联系了家属 听完整个故事的我 忍不住给我奶奶 在心里面竖起了大拇指 原来在我奶奶心里面 还住着一个少女啊 打赏男主播 奔县 这哪里是老太太啊 我爸和我几个叔叔 一脸不好意思地 把我奶奶带走了 在回去的车上 气压低得渗人 我特意拿出自己的手机 搜了搜刚刚的那个男主播 开始研究他发的视频 奶奶 你这眼光不行啊 他这鼻子明显就是整过的呀 我拿着手机 对旁边的奶奶大声说道 而且你看 他这滤镜和磨皮 开得喝么重 真不行 奶奶死死瞪了我一眼 随后装作没听见地看着窗外 不行不行 我把绑上那个中年妇女杀手 推给你好了 我摇了摇头 然后一脸认真的开始思考 就是不知道 你会不会嫌弃四十岁的太老啊 你一定会觉得老 这个主播比堂哥还小两岁 四十多岁的你一定嫌弃太老了 我自顾自言地翻着手机 我还是再给你看看 有别的年轻的好的 刷成榜一了 都不愿意见面的 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假装没有看过奶奶 那能杀人的眼神 一直沉默没说话的大伯 突然呢开了口 你也别看什么主播了 有那功夫 还不如给你奶奶看看 有什么好的养老院 奶奶背这话 真的一惊 你们要把我送去养老院 那还不如杀了我 老头子啊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受苦吗 几个孩子不孝顺 要把我送去养老院 早知道是这样 我当初还不如随了你一起去啊 奶奶在车里面 开始不管不顾地哭闹了起来 他们就是欺负我一个老太太 孤苦无依 你要是还在就好了 我爸要是还在 知道你做出这些事 估计早就气死了 我大伯冷哼了一声 补充了一句 我奶奶健壮 便开始闹着 要开车门跳车自杀 我连忙拉住她 大声吼道 奶奶 你这是要让全车人 陪你一起去死吗 奶奶听完我的话 更激动 你算个什么东西 现在居然敢吼我 说完就朝前面扑去 去拉扯正在开车的三叔 要死就大家一起死 砰 车子撞上了护栏 全车人都死死看着我奶奶 我奶奶刚刚那嚣张的气焰 我就是说说 哪里知道真的会这样 在等待拖车的过程中 我奶奶不停道歉 但是没有人理会她 她甚至还跑到我面前跟我说 雅雅 你知道奶奶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 你就帮奶奶说说话 奶奶其实心里面是疼你的 当年要不是我 你被你爸妈扔了 都不知道在哪里喂狗了呢 听到这话 我心里面气不打一处来 奶奶 当年难道不是你已经把我扔了 我妈拖着还在坐月子身体 找了一夜把我给找回来的吗 我妈为什么会身体不好 你不清楚吗 我朝奶奶笑了笑 你都知道了 奶奶奶奶重复到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主导的奶奶 我妈妈太善良了 她不知道这个世界 有些人天生就是恶人 我笑咪咪看着我奶奶你放心 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养老院的 不 不要你找 奶奶眼泪鼻涕一块流了下来 跑到我几个书办面前开始哭诉 你们都被李雅男骗了 一切都是她搞的鬼 奶奶 你这话就冤枉我了 我还能拉着你的手 给年轻小主播点赞票吗 我有些委屈地看着她 我是不喜欢你重男轻女 但我也具 只能跟你吵吵架而已啊 现在为了不住养老院 这种话都编出来了 我大伯一脸无奈摇了摇头 你一天天做天做地的 你看谁家惊得起那么折腾 其实奶奶 你也别担心 现在的养老院条件好得很 我点了点头 我爸他们不会亏待你的 你看这里的环境和设施 都是一流的 我拿起手机 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下 嗯 就是价钱有点偏高 价钱不是问题 只要好 我三叔看看图片 那就这里吧 好啊 那我就定了 拖车到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养老院给定好了 我奶奶全程都在哭着 控诉我的不是 她这样的哭诉次数太多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没当回事了 狼来了的故事 他们听得太多了 奶奶别哭了 哭多了 眼睛会瞎的哦 我朝奶奶笑了笑 这是我千挑万选的养老院 你一定会喜欢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日落尤其温柔 人间皆是浪漫 大家好 欢迎来到落日温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被首富老爸找回后 他开着宾利送我去上学 绿茶看见后却造谣 我被包养 还在豪门宴会上大骂我是小三 我冷笑着拨出一通电话 下秒我老爹出场 一句话他下滩 我从小就跟我妈穿梭在各个地方 隔断时间就要搬一次家 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说 我爸在外面赚大钱 以后会让我去找他 但我贴心地知道 一般这么说的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爸已经死了 我妈不想我伤心编出来的借口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 我爸去哪了 我的回答就是他死了 直到我妈留给我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我爸的地址 原来我爸没死 我背着小布袋 捏着我妈给的地址 终于到了封城 我站在豪华别墅的门口 仔细看了看别墅的名字 没错 是封城景院别墅 原来我爸真是富豪 我正要走进去 门口的保安立即把我拦下来 我向他解释了好几次 我爸住在这 保安打亮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 把我赶走 没办法 我只能去派出所找人帮忙 我和另一个寻亲的人坐在一起 等人来接 妹子 你也是来找人的 我恩了一声 没有多说什么 他见我理他 跟开了话筒子一样 巴巴地不停 直到一辆宝马停在门口 他才停下 妹子 我走了 有机会我照着你 我又呕了一声 但还没等他上车 门口又停了一辆麦巴赫 上面下来一个人 向警察询问我的名字 我走到他面前 问他 你是我爸吗 那人忙到 不是的小姐 少爷没时间来接你 所以派我来 把你接回去 我呕了一声 就跟他上车 直到我走了 那个话很多的人 还保持着上车的姿势 目光呆滞地看着我离开地方向 司机把我带回了警院别墅 我开着窗户 看向门口 是那个把我赶出去的保安 他正在欢迎我坐的这辆车 进入别墅区 等他抬头看到 坐在车里的是我时 惊得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 我下车后 司机把我交给管家 就一溜烟地跑了 管家想把我的小布袋拿走 我死死抱着 不肯松手 这里面可都是我的宝贝 管家只好把我带到 准备好的房间休息 管家很抱歉地说 小姐来得匆忙 我还没来得及收拾 先委屈小姐了 我看着铺满动物玩偶的房间 走进去里面还有衣帽间 洗漱间 休闲室 每个隔间都比我之前的房间还大 我震惊问道 这是你们匆忙准备的 管家十分愧疚 连忙道歉 小姐放心 其他的东西 我会尽快帮小姐完善好的 我连忙说不用 但管家却斗志昂扬 一副要把所有的东西往我这里搬的架势 没办法 我只好让管家先离开 我在别墅里休息了一晚后 我大哥回来了 我十分震惊 我妈没跟我说我还有哥哥呀 我大哥也很惊讶 我妈一走就是十几年 他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有个妹妹 我哥一回来就先来见我 抱歉 昨天在海城 没来得及去接你 我呆滞地回答 没关系 我大哥也很无奈 没想到我妈给了我们这么大个惊喜 妈妈当年跟爸离婚后就走了 但每年我们都有联系 妈妈却没提过你 我点点头 表示理解 毕竟我妈不是个靠谱的人 大哥跟我说 二哥和三哥现在都不在家 爸爸也不在 等他们回来了再介绍我认识 我乖巧地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 等一下 我还有二哥 三哥 我震惊的表情 成功地把大哥逗笑 一下就把陌生的感觉消除 别这么惊讶 你还有还几个堂哥呢 你是我们家这一辈唯一的女孩 好吧 是我太不淡定了 大哥跟我聊完后 问了一些妈妈的事 但其实我也不清楚 妈妈在干什么 我经常一个人在家 大哥听后露出了心疼的眼神 我却很疑惑 一个人在家难道不爽吗 大哥紧紧地抱住我 放心 以后大哥陪着你 这 好吧 我欣然接受了大哥的关心 我在警院别墅住了几天后 大哥帮我办好了入学手续 我吃完早餐 就可以直接去上课了 我高兴地直接忽略大哥 催促小吴来送我上学 小吴是大哥特意找来接我上下学的人 但大哥有些不高兴 他接过小吴手上的钥匙 今天是第一天 哥哥送你去 我乖巧地点头 完全没看到大哥暗地里瞪了小吴一眼 大哥把我送到学校里面 唠叨了很久 叫我在学校不用看别人脸色 别人欺负我了 就欺负回去 他给我兜着 但直到上课铃都响了 大哥还没说完 我抓住时机 堵住大哥的嘴 连忙说 哥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 我立马跑到教室 生怕大哥追上我说个没完 大哥看到我跑没影了 才无奈地笑了笑 拿出手机对里面的人说 我妹妹来你学校上学了 你帮我看着点 我刚走进教室 老师已经来了 他看了我一眼 十分不高兴地叫我去最后一排坐着 我没意见 但有人意见很大 一个披着头发的女生说 徐老师 他迟到了 还能进来上课吗 女生说完 立刻就有很多人附和他的话 讲台上的徐老师皱着眉瞪着我 这节课你去外面站着 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我平静地看着这群人 站在原地没动 我犯错了 自然会接受处罚 但这明摆着是他们欺负我新来的 老师见我不出去 他的面子挂不住 扬起手就想打我 我下意识地抓住他的手 要打回去 但好在及时收手 你放手 徐老师的脸仗得通红 他没想到 自己被一个小丫头 弄得毫无还手之力 我松开了他的手 你现在立刻跟我去校长办公室 我跟着徐老师去校长办公室 一路上都有人冒出头来 偷偷议论 哎 又是一个得罪王月月的 才刚来就要滚蛋了 你别说 他长得还挺好看的 好看顶什么用 上次那个许青 不也长得挺好看 成绩还那么好 还不是被王月月赶走了 王月月可是王家的人 谁敢招惹她 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和徐老师站在中间 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老头 跟徐老师对视了一眼 就一个劲地开始贬低我 你这个同学 怎么刚来就对老师动手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可是只收品德兼优的好学生 你呀 明天就不用来了 徐老师在他身边附和 马屁拍的叮当响 我一言不发 看着这两个一唱一和的人 你还敢瞪我 校长 这个人要立刻赶走 徐老师用暴躁来掩饰 他内心的心虚 哦 有人要把你赶走吗 一个修长的身影 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校长一看到他 立刻笑咪咪地站起身 请他坐下 江医生 你怎么来了 这位江医生 直接无视校长 只看了我一眼 原来你在这 你哥托我来照看你 原来是大哥 我点点头 校长和徐老师神色大变 十分惊恐地看着江医生 他哥是 江医生没有回答 而是拉着我的手往外走 他我带走了 校长没意见吧 他嘴上在询问 实际上已经准备把我带走 没意见 没意见 江医生走到门口 又突然回头说 对了 这位徐老师 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 嗯 不对 是今天就可以走了 江医生把我送到教室 就走了 一路上 有人见我 居然还能回来 想要问我为什么 见江医生在 又不敢问 我回到座位上 那个披着头发的女生 带着一群人 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你和江医生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送你回来 就是 你不知道江医生是王月月 喜欢的人吗 我冷冷地看了这群人一眼 不想理他们 这里的人都这么无聊吗 王月月见我不搭理他 伸出手想要打我 又想起徐老师的惨状 他只能威胁我道 你给我等着 小狐狸精 我明天就让你滚蛋 我目光悠悠地看着王月月 她有些害怕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才慢慢开口说了一个字 哦 王月月被气得脸通红 只敢指着我说了一串的你你你 上课零响后 她就灰溜溜地跑了 我的同桌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从来没人敢去惹王月月 你好厉害 一般吧 但王月月家可厉害了 你不会有事吧 我想了想我大哥 应该不会有事吧 我回家后 把今天的事告诉大哥 大哥只是夸我做得好 王月月什么的 我不用理会 我放下心来 就把王月月抛到脑后 第二天 王月月又堵在我面前 是我小看你了 不仅搭上了江医生 还搭上了顾大哥 顾大哥 哦 是我大哥顾玉 我没在意王月月说的话 低着头开始写作业 白小小 敢不敢跟我比谁的分数更高 我抬头看了一眼王月月 怎么她还在 王月月的话一出 周围的人十分不屑 月月 你可是年级第一 白小小一个乡下来的 那比得过你 我的同桌陈琳小声说 小小 王月月真的很厉害 你别跟她比 王月月原来是年级第一吗 我这才提起兴趣 没问题 我跟你比 我以前的成绩排名 一直都是第一 不知道在这里这么样 周围的人见我接受挑战 嘲笑声不断 就她还真敢跟王月月比 果然是小地方来的 不知道天高地厚 居然有人敢挑战王月月 陈琳在我同意后一直哀声叹气 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 没有 这 行吧 数学课结束后 陈琳还在死磕一道函数题 你不吃午饭吗 陈琳头都没台 回答道 你去吧 我不解出来 绝不下吃饭 我看了一眼她的题目 心里就有了答案 我抽出陈琳手里的笔 把过程写下来 现在可以去吃饭了吧 陈琳拿着草稿纸 看着上面的答案不可思议 这题连王月月都没解出来 小小 我现在绝对相信你能赢 我耸耸肩 不太在意 就算输了 也没什么 很快就是一次大考 王月月不断地在我面前示威 跟在她身后的人 不停挖苦我 想下来的 就算你把笔血断了 也不可能赢得了我们月月的 王月月假惺惺地说 算了吧 人家小地方来的 能及格就很好了 我依旧一直在做题 没有答他们的话 可陈琳忍不了了 小小很厉害的 她一定能赢 众人听了陈琳的话 哈哈大笑 陈琳 你脑子没事吧 你居然觉得 白小小能超过王月月 陈琳想要解释 可没人听她说话 我把陈琳拉回座位 陈琳一脸不服气 你别生气了 考完了不就知道了 我安抚完陈琳 才发觉事情 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 其实 我只是想知道自己 在这的水平怎么样 没想到王月月这么认真 大考结束后 班主任宣布这次的成绩 这次的年级第一 还是在我们班 王月月听后 得意地朝我一笑 无数的议论声响起 肯定又是王月月 除了她还有谁 陈琳急得不行 我叫她耐心地 等老师说完 她的分数 打破了我们学校 近三年的记录 恭喜我们的新同学 白小小同学 考了743分 无数的目光打在我身上 惊讶 不敢相信 是白小小 怎么可能 那王月月输了呀 王月月愤怒地瞪着我 脸色一会白一会红 我担忧地看着她 王月月该不会 要气地晕过去吧 结果 下一秒 王月月真的晕过去了 经过了考试的小插曲后 王月月依旧对我冷嘲热讽 我依旧没把她的话 听进耳朵里 只不过 今天学校的氛围不太一样 顾大影帝真的要来我们学校了 是啊 听说是来这里取景拍摄她新的NV 我还听说 顾影帝要在我们学校选人当NV的女主角 连陈琳也抱着一推卡片不停地看 周围还围着一圈人 这是什么 我忍不住开口问 是我偶像的周边 顾生你知道吧 最年轻的影帝还唱跳全能 顾生 好熟悉的名字 等等 这不是我还没见过的二哥吗 我凑上前去 看清他的模样 怎么样 帅吧 我点点头 我二哥确实很帅 他们见我同意 立刻带上我讨论起顾生来学校的目的 听说顾影帝已经选了李云当NV的女主角了 天哪 她也太幸运了 没办法 谁让李云是校花呢 顾生来得很快 上午还在讨论她什么时候来 下午就收到顾生已经到了的消息 全体女生连课都不上了 全都去看热闹 陈琳拉着我拼命地往前冲 还真被她冲到了前排 好帅啊 陈琳已经沦陷 但这么近地看我二哥 确实冲击力不小 大哥跟我说过 二哥是家里长得最好看的那个 顾生与我对视一眼 他还朝我眨了下眼睛 二哥这是认出我了 但还没等我弄清楚 二哥就借了保安大叔的喇叭喊道 各位请欢迎我心安闭的女主角白小小 空气突然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打在我身上 下一秒 有人大喊 什么 女主不是李云吗 众人把目光从我和李云的身上来回切换 最后把目光放到顾生身上 顾生拿着喇叭从容道 女主角当然是我的妹妹白小小了 空气又凝固了一瞬 什么 白小小是顾影帝的妹妹 顾生离开后 我顶着无数道目光回到教室 陈琳牵着我的手 不舍得松开 小小 顾影帝真的是你哥哥吗 我勉强点头 虽然我很生气他突然做的决定 但他确实是我哥 王月月和李云一起进来 白小小你骗谁呢 顾家只有三个儿子 根本就没有女儿 其他女生本来就不服气 听了王月月的话 都纷纷怀疑 可这不是顾影帝亲口说的吗 有人问 对呀 说不定是表妹呢 王月月得意一笑 李云一脸不屑 表妹 不好意思 顾家不管堂妹 还是表妹都没有 陈琳不服 你怎么知道没有 这个是顾影帝亲口说的 李云贴了一眼我 十分高傲 我姐姐是顾影帝大哥的未婚妻 我当然知道 再说 谁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 让顾影帝说她是她妹妹 未婚妻 我满头问号 大哥没跟我说她有未婚妻呀 其他人听了李云的话 气愤得不行 好像我抢了他们的老公似的 纷纷骂我是个骗子 原来不止我这个般的人无聊 全校的人都挺没脑子的 怎么了 这么热闹 顾生去而复返 出现在我身后 她虽然在笑 但眼神冰冷无比 李云见到顾生回来 便连比翻书还快 请客间就收起了高傲自大的模样 变得十分善解人意 我们这是在劝白晓晓 不要说谎 对呀对呀 刚刚还在骂我的人 转眼就变得十分温柔 但还有一件事 我什么时候说谎了 我冷冷地看着李云 要她给我解释 顾生把我护在身后 冷眼凝视李云 声音里略带怒气 我妹妹什么时候说谎了 你能告诉我吗 李云不知所措 底气不足地说 影帝你不是只有弟弟吗 白晓晓肯定是骗了你才 我有没有妹妹 我清楚还是你清楚 突然空气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知道 顾影帝动怒了 除了王月月 李云的姐姐 可是顾影帝你未来的嫂子 她当然知道了 王月月话音刚落 李云脸色大变 恨不得堵了王月月的嘴 顾生怒急返笑 我怎么不知道我大哥订婚了 哦 原来大哥没有未婚妻 是李云在说谎 众人鄙夷地看着李云 李云的脸仗得通红 她在无数人目光中落荒而逃 一个月后 我一直照常上课 陈琳悄悄地跟我说 李云一直没来上学 是因为在家里禁闭思过 还有王月月 自二哥那天离开后 王月月走路都开始绕着我 只不过 没过多久就传出了 我是私生女的消息 王月月又开始了 对我的冷嘲热讽 我依旧不想理她 毕竟王月月哪有学习重要 我要赶紧补上 昨天没写完的作业 我昨天去了一趟医务室 为了感谢那天 江医生把我二哥叫回来 哪知道江医生在看病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 才跟他说上话 我刚出来 就遇到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孩 但不是学校的学生 我经过她时 她的眼神很奇怪 几个星期后的课间 班主任宣布了 运动会的事就走了 提尾问所有人 参加什么体育项目 陈琳问我有什么想参加的 我立刻摇头 什么都不参加 我在之前的学校 就因为打破了长跑记录 每天都有人来堵着我 要我传授秘诀 可我跑得这么快 纯粹是因为 我妈经常带着我跑路 跑出经验来的 这次我绝对不会 再参加什么项目 尤其是常跑 王月月见我什么都不参加 又开始嘲讽 连运动会都不敢参加 真没团结精神 月月别说了 有些人只会学习 就是白小小肯定 没跑几步就不行了 陈琳不服 王月月 你不也什么都没参加 王月月撬着她的兰花指 不屑地说 你们能跟我比吗 我光这双手 就花了几十万护理 我把陈琳拉回来 当王月月的话 再放屁就好了 只是我没想到 我根本就没报名 常跑名单上 却有我的名字 王月月拿着她的心折扇 从我身边走过 得意一笑 这是我帮你报的 只是两千米而已 为伴争光 不用太感谢我 说完 她就带着一群人 往观众席上走去 我看着王月月得意的背影 实在想不通 她整天都这么闲吗 陈琳听到操场 在报我的名字 简直气炸了 这可是两千米 王月月以为是逛街吗 这么容易 我没办法 只好带上号码牌 站到跑道上 王月月一行人 就坐在附近 他们准备看热闹的目光 实在太炙热 我想忽视都不行 这两千米 有白小小瘦的了 万一她跑了第一怎么办 就她 很好 我一字不漏地听进耳朵里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相处 换来的却是疏远 行吧 我也摊牌了 不就是第一 我跑了 十分钟后 我站在终点 对王月月奄然一笑 王月月气得直接摔了 她最喜欢的折扇 怒气冲冲地离开 我的天 小小原来 你这么厉害 是啊是啊 我还以为 我们要把你抬到医务室去呢 我满头黑线 原来我在他们眼里这么弱 不过 说起医务室 运动会期间 将医生很忙碌 我在操场上 又看到了那天的那个女孩 但她今天穿着白大褂 和江医生一起工作 我问陈琳 跟江医生一起工作的是谁呀 陈琳朝江医生 那看了一眼 回头对我说 她呀 是江医生的师姐警员 经常来找江医生 我们都知道 她是来追江医生的 江医生这么受欢迎吗 那当然 江医生年轻又厉害 要不是和家里斗气 根本不会来学校当校医 我点点头 大哥好像跟我提过江家 是封城的首富 一转眼 三个月过去了 封城到处迎庄素果 雪下得很大 我准时来到学校 开始看书 陈琳来得很晚 但她一来 就给我带来个八卦消息 秦婉婉要转学到我们学校了 她可是有名的音乐天才 哦 我不感兴趣 她还是警员的表妹呢 警员 那不是江医生的师姐 我提起了兴趣 陈琳告诉我 秦婉婉一直在海城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转到封城 秦婉婉在国际上得到过很多奖 她还拥有绝对音感 绝对音感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跟我妈一样是个音痴 就算是弹棉花 我也能拍手叫好听 中午 我和陈琳去食堂打饭 一个女孩突然冲出来 打翻了我的汤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烫伤我的手 她仰手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抓住她的手 打回到她脸上 她捂着脸 朝我怒吼 你竟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很好 我再次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也知道了 我打的人原来就是新转来的秦婉婉 这个人弄伤了我的手 还动手打我 我希望他以后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了 秦婉婉用命令的语气对校长说 校长根本就没搭理秦婉婉 敷衍了几句就叫我们都回去 秦婉婉不可置信地看着校长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用知道你是谁 秦婉婉气冲冲地从校长办公室出来 怒视着我 你的本事还挺大 但你给我等着 我静静地等她说完 等她离开 才回到教室 一路上又是一群目光洗礼 就是她 她居然打了秦婉婉 秦婉婉的男朋友可是给大的笑罢 她这下要晚了 我都不忍心去看白晓晓的惨状了 我回家之后就去找大哥救命 笑话 我短胳膊细腿的 能打得过笑爸吗 大哥 我 大哥和二哥都在 但饭桌上还多了一个我没见过的人 小妹回来了 快来 你三哥回来了 三哥 我定睛一看 这个块头比两个我还大的人 是我三哥固容 怎么看都像是黑社会老大吧 但吃完饭后 大哥告诉我 三哥是特种兵 原来如此 吓得我以为家里是混黑社会的 后来我告诉他们在学校的事 三哥叫我不用担心 有他在 没人敢打我 我一下就放心了 只有二哥吵着要去学校给我撑腰 结果又被大哥揍了 上次二哥在学校闹得满城风雨 还差点把我的照片泄露给媒体 那次回家后 二哥被大哥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第二天 我一到学校 亲晚晚就约我到操场对决 我叫上堂哥顾明陪我一起去 顾明是学散打的 昨天三哥叫他来保护我 终于见到你了 堂妹 堂妹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打你 我很相信堂哥 毕竟是我三哥找来的人 只是刚到操场才发现 顾明居然和对方认识 我靠 苏承 怎么是你 居然是你 顾明 秦婉婉的脸色很不好 苏承 你该不会和他是朋友吧 苏承满脸不屑 而顾明的白眼都快翻上天了 顾家 只有顾荣是我偶像 其他人 哼 苏承说完后 顾明傻了 我也傻了 什么 我三哥是他偶像 顾明退到我身边 在我耳边低声说 堂妹 苏承知道你是谁吗 我摇摇头 他应该不知道 就在顾明耀和苏承动手的时候 江医生带了校尉队的人来 我听说 这里有人打架斗殴 是你们吗 明明不是我先惹事 但我一见到江医生 就有点心虚 急忙往我堂哥身后躲 谁知顾明躲得比我还快 苏承一见到江医生 也怂了 江医生看了我们几人一眼 最后把目光定在我身上 白晓晓跟我走 我救助地看着顾明 顾明却在庄下 好你个堂哥 我记下了 回去我就告诉三哥 我怂怂地跟在江医生后面 他把我带到了风林小道 目光悠悠地看着我 你遇到了麻烦 不会来找我吗 啊 我震惊地抬起头 不明白他的意思 江医生叹了口气 表情无奈又烦躁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没开口 算了 你回去吧 我赶紧拔腿就跑 不是 我也没干什么 怎么就这么怕他呢 几天后 陈林急匆匆把我叫过去 小小 你快看校园帖 秦婉婉再向你挑战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秦婉婉向所有人宣布 要给我个教训 内容是 白小小 周六晚上七点再大 打一场 输的人给对方下跪道歉 这条帖子的热度 一下就冲到了校园第一 无数人等着看热闹 顾明在帖子下面怒喷 不去的是王八 我看到顾明的评论 真想把他从网线里抓出来 打一顿 小小 你要去吗 不知道 我回去问问我哥吧 我回家把帖子给三个哥哥看了之后 二哥最兴奋 闹着要去 大给我撑腰 但很快就被大哥镇压下来了 大哥问我 小小 你说秦婉婉的男朋友是苏承是吗 我点点头 那就好办了 叫你三哥陪你去 我和大哥对视一眼 立刻看出了他眼里的奸诈 三哥则是默许了大哥的建议 看来苏承要倒大霉了 周六晚 七点 雷大操场 白小小 如果你现在就跟我下跪道歉 我们可以不动手 秦婉婉婉婉着苏承走过来 不懈地看着我和顾明 一分钟前 我三哥离开去买水 只剩我和来看热闹的顾明 我和秦婉婉周围围着一圈人 都是看到帖子来凑热闹的 他就是白小小 惹了苏承可麻烦了 苏承他家还有黑道背景 对面的绝对赢不了 是啊 我见过苏承打架 可狠了 秦婉婉听见周围的议论 得意地朝我走来 白小小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我刚想开口劝秦婉婉 我三哥可不是好惹的 况且 我偷偷看了一眼苏承 要是他知道我三哥来了 怕是要吓死 但顾明挡在我前面 十分嘚瑟地说 苏承 该认输的人是你 小心一会让你哭着叫爷爷 苏承护在秦婉婉身边 脸色铁青 冰冷地对我说 白小小 你现在跪下磕头认错 我可以不动手 你在叫谁磕头认错 一个魂后 带着强烈压迫感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来 是三哥回来了 顾戎走到我身边的那一刻 苏承目瞪口呆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荣哥 你怎么会在这 顾戎冷哼一声 是你要我妹妹下跪 秦婉婉吓得躲到苏承身后 不敢出来 苏承说 荣哥 她是你妹妹 顾戎不说废话 先把苏承打了一顿 再叫秦婉婉下跪道歉 秦婉婉躲在苏承怀里哭 不要 我错了 这都是表姐叫我做的 跟我没关系 我疑惑地看着顾明 她表姐是谁 是景元 顾明说 我震惊 居然是江医生的师姐 秦婉婉之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哭得有多惨 我再三告诉秦婉婉 不用她下跪 但她还是哭得停不下来 最后 我无奈地带着三哥和顾明走了 二十八几天后 就在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解决了的时候 我被打上了私生女的标签 就是她 她就是封城背后的大老顾家的私生女 听说她还把秦婉婉给赶出学校了 现在私生女都这么嚣张吗 我一路听着这些声音来到教室 一到教室 陈琳就把我抓到一边 那篇报道我看了 小小你没事吧 什么报道 我一路走过来就很疑惑 陈琳立刻打开手机 但谈出页面的 却是顾家要举办宴会的新闻 上面还有警员的采访 顾伯父家的宴会我 当然会出席 只是有些人就没有资格来了 她还点赞了采访下的一条评论 是啊 特别是私生女什么的 评论的人是王月月 陈琳说 她说的是我 我指着自己问陈琳 陈琳沉默了一会才点头 三天后 顾家举办宴会 我和陈琳一起在化妆间里化妆 二哥特意把她的造型师都请了过来 小小 我都等不及看到王月月的表情了 我和陈琳对视一笑 眼里 那天回去后 大哥告诉我是警员向媒体爆料 我是顾家的私生女 同时我妈终于想起了她还有个女儿 给我打了个视频 我震惊地看着屏幕里的一男一女 女的确实是我妈 但旁边那个帅得不行的男的是谁 还没等我问出来 大哥就对着她叫爸 我呆滞地看着我爸我妈 还有我哥说话 所以 我爸一直不在家的原因是 他去追我妈了 我混混顿顿地结束 这一场视频聊天 最后只记住 我妈我爸三天后回来 我妈说要给我把场子找回来 而我爸 一个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帅哥 对我妈要甩别人一巴掌的决定 全力支持 我挽着陈琳的手走进大厅 迎面就看到警员和一个中年妇女 那个中年妇女一看到我的样子 就对我破口大骂 果然是白蓉蓉的剑种 还敢踏进顾家的门 我气得上前甩了她一巴掌 她居然敢骂我妈 警员赶紧扶住要摔倒的女人 你竟敢打我妈 你这个没有教养的东西 警员一开口 就有无数人的目光 落在我们身上 这不是那个私生女吗 怎么敢出现在这里 是啊 是啊 听见周围的议论声 警员和警夫人两人 得意地看着我 我就静静地看着他们吵闹 陈琳也沉默地站在我身后 是谁在说 我的女儿是私生女 一个沙哑又十分有压迫感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我爸来了 我妈挽着我爸的手 缓缓地走进来 高贵又优雅 我去 这真是我妈 那个天天啃油条睡懒觉的人 警夫人疯了似的冲到我妈面前 白容容 你怎么该赶回来 是你抢走了顾泽 顾泽是我爸的名字 但警夫人还没碰到我妈 就被我爸推到一边 滚 警员抱着他母亲 恐惧地看着我爸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他怕我爸也正常 毕竟我爸可是特种兵出身 虽然之后 经商把杀器收敛了很多 但动起怒来 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话 据我三哥说 我妈和我爸 还是在训练场上认识的 我爸越过警员母子 走到我身边 牵着我的手 走到舞台中央 警员的脸上既惊恐又嫉妒 各位 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女儿的生日宴 今晚希望大家玩得尽兴 没错 今天是我生日 我爸顾泽的话一出 所有人对我的态度 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刚刚还在嘲讽我的人 请客间都开始恭维我 真现实 我借助我哥逃离人群 独自一人来到庭院 却看到了江医生 生日快乐 白小小 他塞给我一个盒子 像是特意在这等我 江医生 你怎么会在这 江里 他说 啊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无奈地朝我一笑 我的名字叫江里 以后不要再叫我江医生了 宴会结束后 我端着江里送的礼物返回别墅 进门看见 我爸我妈 还有三个哥哥盯着我 谁送的礼物 我爸问我 我浑身一击灵 秒回到 是江里送的 哦 我妈和哥哥们同时出生 并且露出温柔的笑容 只有我爸阴沉着脸 我忐忑地向我妈求助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跟我爸见面 我爸又浑身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气息 我不敢说话很正常 我妈收到我的求救信号 走过去挽着我爸的手 捏着他的腰 小声说 你吓到女儿了 我爸这才缓和脸色 只在被我妈拖回房间前说了一句话 离江家那个小子远点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乖巧点头 十分听话 其实一个月后 我就毕业了 以后跟江里也不会有什么接触 二哥和三哥 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有大哥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一个月后 我陪我妈来商场买衣服 说是为了庆祝我顺利毕业 考进也大 但我用膝盖响也知道 我妈是想要我帮她挑衣服 但不巧的是 我刚走进一家店 就遇到了警员和警夫人 哟 土包子也来买衣服 可笑 警夫人嘲讽道 此时 店员也露出鄙夷的眼神 警夫人是封城有名的贵妇太太 警员也是封城的千金大小街 而我和我妈则是刚来到封城 店里的员工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警夫人发话 所有人都觉得 我和我妈是土包子 我妈并不在意 警夫人说了什么 直接从她身边走过 静止走到沙发前坐下 有什么好看的衣服都拿出来 警夫人顿时脸色铁青 白蓉蓉 你 我妈洋装这才看见警夫人 笑道 哎呀 原来是你呀 我说 怎么前面一堵墙 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默默地站到我妈身后 静静看戏 看见警夫人的脸 胀得跟猪肝一样红 我把所有悲伤的事 想了一遍 才忍住上扬的嘴角 警员本来在一旁看好戏 结果他们不仅没占到便宜 反被羞辱了一顿 白小姐 你这么说 我妈也太过分了 警员愤怒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了什么吗 我妈的表情十分无辜 茶香四溢 警夫人和警员 气得差点撅过去 我站在后面 差点笑出来声 但我低估了警夫人的影响 我妈想要看一件衣服时 竟没人把衣服拿出来 警夫人又恢复了高高在上的神情 圆圆你看 下等人就是下等人 买个衣服都没人理她 是啊 妈你说得对 警夫人和警员一唱一和 眼中尽是不屑 我们是下等人 你就是上等人吗 我无语道 到底是谁给他们的自信 警夫人得意一笑 拿出一张白金卡 说看到这张卡了吗 全球只有五百张 每年可在任意店铺 消费一千万美金 我定睛一看 这张卡怎么这么眼熟 我妈不紧不慢地 从包里拿出一张黑卡 哦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妈把一张黑卡甩在桌子上 警夫人瞬间哑火 原本愤怒的眼里 爆出极度的怒火 本来还在站在原地的员工 立刻抢着把衣服送到我妈面前 白荣荣 是不是顾泽给你的 是不是 警夫人像疯了一样 要冲到我妈面前 警员拼命拦住警夫人 我妈浅浅一笑 走到警夫人身边 甩了她一巴掌 你要是再发疯 就不止这一巴掌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做了些什么 随后不顾店员 殷切的目光 带上我飘然而去 两个月后 我顺利进入A大 我拿上刚领到的军训服 路过A大的衣物室 我停下脚步 看着衣物室紧闭的门 我还在伤感 以后就不会再跟江医生 有交集了 哪知 我才刚抬起头 就看见了 从门里出来的江医生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江医生 你怎么在这 江里才从恶然中恢复 笑道 没想到我刚到 大就遇到你了 真是意外的惊喜 啊 我带着疑惑 又震惊的眼神 看着江里 他在说什么 他笑成这样 是要干什么 江里他 该不会真的对我有意思吧 我脑子里一团乱 就在江里要接触我的时候 我跑了 我抱着军训服 在大狂奔 直到宿舍 我还才反应过来 我怎么就这么跑了 再见到江里 岂不是很尴尬 我把脸埋在衣服里 懊恼不已 突然宿舍门开了 进来三个女生 原来你在这 说话的是齐悦 我的室友之一 昨天我就搬进来宿舍 大一步允许学生在外面住宿 我的三个室友 分别叫齐悦 圆露和晨曦 我抬起头 就看见他们刚好回来 我收拾好心情 简单地恩了一声 隔天是军训的第一天 我昨天心烦意乱 忘了设闹钟 结果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宿舍就剩下我一个人 而且我打开手机一看 七点 我迟到了 我飞奔跑去操场 在教官严肃的目光下 我乖乖地在队伍旁边坐深蹲 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是江里 她套着一件白大褂 靠在铁门上 微笑地看着我 坐深蹲 我怒了 要不是因为她 我会迟到吗 我气得别过脸 不去看她 直到我入队后 江里才离开操场 晨曦见我入队后 主动跟我说话 你怎么迟到了 还好教官只罚了深蹲 我瞥了她一眼 心想 我为什么迟到你不清楚吗 你在装什么 还有我被罚深蹲你 怎么很遗憾的样子 我不想理晨曦 没有搭理她 但晨曦却不依不挠 不停地在跟我搭话 我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第五排第二个 出列 教官十分严厉地盯着晨曦 叫她出来 晨曦茫然地抬头 说我为什么要出列 我又没干什么 我努力压抑住上阳的嘴角 不让自己笑出声 晨曦说话的声音那么大 她自己是听不见吗 眼看教官的脸越来越黑 晨曦也怕了 磨磨蹭蹭地从队伍里走出来 你三十个深蹲 晨曦在教官可怕的眼神下 立刻开始不敢慢一秒 上午的军训结束后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食堂 但是我连食堂的门都挤不进去 一眼望去 食堂里几乎全是穿着 军绿色衣服的新生 里面还夹杂着一两点 其他颜色的学生 我看了看 默默地把脚收了回去 看来我是吃不上饭了 我准备先回寝室 转身却看到 江里一直在我身后 你怎么在这 我都跟了你一路了 现在才发现 我顿时怒火中烧 不想理他 饶过他离开 江里手急眼快 把我抓了回来 你不想吃饭了 我迟疑地看着江里 摇了摇头 十分钟后 我跟江里来到了医务室 他打开饭盒递给我 里面全是我喜欢吃的菜 干边豆角 土豆烧鸡 还有猪蹄 我接过饭盒 立刻开吃 江里坐在一旁 默默地看着我 自那以后 我每天都来医务室吃饭 半个月后 军训结束 领完书后 我独自回到宿舍 因为在江里那里 吃了半个月的饭 我跟其他三个室友 根本不熟悉 令我意外的是 我刚到宿舍 陈希就异常热情地找我说话 白晓晓 你知道吗 苏教授要来大演讲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但大师封城最大的学府 有教授来演讲 应该很常见吧 这个陈希这么激动 做什么 但接下来 我就知道 他为什么激动了 苏玉苏教授 可是医学界最厉害的专家 听说他这次来 大是来选学生的 说到这里 齐悦的表情十分得意 倒是远路一脸不屑的样子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 苏教授的学生 岂是人人都能当的 齐悦得意道 陈希立刻附和说 是啊 谁不知道 月月你是苏教授的侄女 这次苏教授 肯定是为你来的 我十分无奈地 看着明晃晃向我炫耀的两人 深觉未来的日子不会无聊 三天后 我走在路上 远远地就能听到其他人的讨论 天哪 真的是苏教授要来吗 真的真的 小道消息 听说苏教授是来选徒弟的 胡说 我听说苏教授的女儿 在这里念书 她是来看女儿的 啊 苏教授不是单身吗 哪来的女儿 我听着他们说的八卦 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 进入报告厅 我此刻还没意识到 我将面临的是什么 射死现场 如果我知道 这天我绝对不会跨过这道门 苏教授上台后 我明显感觉到了 晨曦的激动 经过半个小时的演讲 苏教授终于提到了 收徒的事 今天我要收的新弟子 就是我的女儿 白小小 我震惊地抬起头 不可置信地盯着讲台 苏教授话音一落 周围议论纷纷 谁是白小小 只见一道白光朝我射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我身上 其中 齐悦怨恨的眼神 像是要把我吃了 我呆滞地看向讲台 无语道 苏教授 我不认识你啊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陈希立刻插嘴 是啊 苏教授 我们月月才是你的侄女 所有人的目光 从我身上转向了齐悦 但齐悦却十分惊恐 什么侄女 我只有女儿 没有侄女 随着苏教授的话音一落 周围顿时唏嘘一片 齐悦脸色煞白 最后哭着跑了出去 齐悦走后 苏教授对着话筒 女儿 你要去哪 顿时 所有人的都看到了 我躲在地上 准备溜走的样子 几分钟后 我被人带到了 苏教授的休息室 休息室里 还有两个长得很帅的 穿着白大褂的人 他们是苏教授的学生 苏教授一看到我进来 就立刻走进我身边 女儿啊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看着苏教授假哭的样子 无语道 苏教授 我不傻 我有爸 什么 你知道顾泽是你爸了 苏教授嚎啕道 这次他是真哭了 为什么 我又晚来了一步 荣荣 他的两个学生 实在看不下去了 苏教授哭得实在丢脸 老师 你就看开了点吧 以前白女士不喜欢您 现在您又错过了 你们没缘分 你胡说 苏教授怒道 我满头黑线 原来这全是我妈惹的桃花债 苏教授弄出的一场风波 最后以我爸的物理压制 全面收场 我开始每天照常上课 但最近一向高冷的原路 变了个样子 不好意思 让一让 这可是我男朋友 给我新买的迪奥 你碰一下赔得起吗 原路一改常态 对我翻了个白眼 从我旁边走过去 哼 赚什么 不就是追上了个有钱男朋友 齐悦阴阳怪气 十分不爽 原路得意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之前不也追着我男朋友紧迫 既不如人罢了 齐悦气得鼻孔升天 但他说不过原路 转头看向我 哟 白小小 在跟谁聊天呢 不会是那个小笑衣吧 真可怜 男朋友这么寒酸 你挺能找事 我无语 还有我什么时候说过 江里是我男朋友了 我说中了吧 齐悦以为打击到了我 兴冲冲地走了 但第二天 我收到江里送的粉红爱马仕 在风中凌乱 你干嘛 你不是说你是有男朋友送了包吗 别人有的 你也有 江里眯眯眼笑着 十分无害 几个小时后 拎着包回去 我就知道 江里有一千种理由 让我把它拎回去 只是 我刚到门口 就碰上了要出门约会的原路 白小小 你要是没包 可以问我借啊 怎么拿着个假包瞎晃又 真丢脸 原路语气不屑 十分看不起我 我很生气 是不是我太低调了 以至于他们以为我好欺负 我真要给原路点教训 他男朋友就上来了 警迫 你看我室友还背个假包 真丢我的脸 原路一脸娇羞地扑进警迫怀里 还不忘了踩我 警迫的眼神在我的包上扫了一眼 这包真的呀 宝贝 你没丢脸 然后我亲眼看见原路的脸 由红变绿 又变黑 几天后 我回家一趟 我妈交给我一张邀请函 是江里的母亲要办生日宴 在我妈的迷之微笑下 我收下了邀请函 我在微信回复江里 这个星期五 我一定会去 她才罢休 过了几天 陈希举着手机大喊 校园帖子上说 原路爆料 要去参加一个神秘宴会 原路闻眼 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自从那天 她在我面前丢脸后 原路处处都要跟我比较 我明天可以带人进去 你们有谁要去吗 原路看似在问三个人 实际上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我去 我去 齐悦和陈希一口同声 我不去 我明天有事 我已经答应江里去她家了 原路一脸得意 自以为赢了我 也对 这种级别的宴席 你怕是这辈子都没进去过吧 是啊 她哪比得上鹿鹿你 才几天时间 陈希就开始吹原路了 周五 我妈带我去化妆换衣服 我穿着一身粉色公主短裙 在江里家迷路了 江里 我迷路了 你身边有什么 有树 江里叫我不要动 他来找我 但过了几分钟 我听到几个熟悉的声音 天哪 这里也太大了吧 那当然 这可是封城江家 我男朋友 可是封城景家 我转过头 正好跟袁鹿 齐悦 还有陈希四目相对 你怎么在这 陈希十分激动 该不会是混进来的吧 我不想跟脑子 不正常的人说话 转身就走 结果砰的一声 撞到了赶来的江里 白晓晓 这就是你那个穷酸男朋友 袁鹿狠毒地瞪着我 男朋友 你是这么介绍我的吗 江里完全无视对面的人 直盯着我问 我顿时耳朵通红 我解释过的 但我寝室没有正常人哪 而且你一脸春风的表情 是怎么回事位 袁鹿见我们没人理他 气得脸战红 果然是穷鬼配穷鬼 绝配 我狐疑地看向袁鹿 他难道没发现江里姓江吗 宝贝 景伯从袁鹿身后走来 袁鹿赶紧抱住景伯说 这两个人惹我生气 你快把他们赶出 袁鹿指着我和江里说 没问题 宝 贝 景伯震惊地看着江里 脸色惨白 江哥 袁鹿他们被江里的身份 吓到自己灰溜溜地走了 景伯见情况不妙 也赶紧溜 只剩我被江里带到宴会上 景元也在 阿姨 也是我给您的贺礼 景元站在一位气质温和的夫人身边 极力讨好 江里把我带过去 他冲那位夫人喊了一声妈 江夫人看见我 一个劲地拉着我的手 景元见状 脸都气歪了 白晓晓 你给阿姨准备了什么礼物 不会是太寒沉 拿不出手吧 寒沉 我拿的可是我妈特意准备的 我微微一笑 慢慢地拿出礼盒 江夫人 祝您生日快乐 江夫人拿到盒子后 并没有打开 但是很高兴我送的礼物 我知道 她是怕我为难 但景元还是不依不饶 就是要把盒子当众打开 我平静一笑 这是专门给江夫人准备的 既然景小姐想看 那就看看吧 听到我这么说 江夫人才动手拆礼物 盒子打开后 里面躺着一个翡翠手镯 颜色翠绿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价值千万 江夫人立刻就戴上了这个镯子 转头对景元说 景小姐好像不喜欢我的客人 既然这样 景小姐不必留下来不高兴了 请回去吧 无数目光看向景元 景元脸色僵硬 狼狈地离开了宴厅 一个小时后 江夫人切完蛋糕 江里牵着我偷偷溜走 我妈很喜欢你 哦 救命 怎么气氛怪怪的 我也很喜欢你 啊 这是什么展开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江里却愉快得很 这是我妈让我给未来老婆的 你接受吗 江里拿出一个蓝宝石戒指 捧到我面前 这一刻 我的心突然平静下来 原来江里都算好了 就等着我今天往他家来呢 江里等了许久 见我没有反应 向来镇定的他 此刻急得不行 你答不答应 不答应不行 声音大 底气小 我奄然一笑 叫你算计我 最后 在江里紧张的目光中 我拿起了那枚戒指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我发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